只有在大千世界的上位面之中 依靠着的灵力的积累 再加上一些机缘 才有可能得到至尊原点 将自身原本的气海 转化成为至尊海劲 将境界提升到至尊敬 而下位面的能量 层次过低 即便是那气海 都基本上不可能凝聚而成 怎么可能会有形成至尊海的机会 子电和金穷魔尊二人 有点想不通 萧炎的身上 为什么会有至尊层次的事 难道在那些与薛儿等人交战之中的 魔尊层次强者 其中一人却是想起了什么 难道和一魔族上次遇到的情况一样 金穷魔尊和子电魔尊二人 如遭雷击般 缓过神看向此时的消炎 形成至尊原点的条件并不唯一 除了在大千世界上 位面修炼以外 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成为位面之主 位面之主 可以得到位面核心的力量习 而那些下位面 虽然本身的能量层次很低 但也仅限于位面本身的力量 而那些下位面的核心之力 却是实实在在来自于大千世界 故而 只要成为了位面之主 便算是一只脚踏足上位面 其身体之中的能量 自然而然的 也就跟着转变了 该死 又出现一个位面之主 金穷魔尊怒声说道 遇外协足到了下位面 最多也只是 可以发挥出魔尊层次的时候 否则就会造成位面崩溃 他们的目的是想要占领位面 而不是毁灭位面 往往占领一个位面 需要不短的时间 万一若是出现了位面之主 那么 以魔尊层次的实力 便不再是位面之主的对手 那么最终的结局 往往也只能让这个位面 完全地崩溃 而此时 硝烟所展现出来的实力 显然已经有了 至尊镜的雏形 虽然身体之中 还未有至尊骇 可是那那至尊原点 所凝聚的至尊法身 却是让得硝烟此刻 展现出的实力 比起寻常的位面之尊 要强上不少 在见到硝烟 乃是位面之主之后 那些与古元薰儿等人 交战的几人 也是纷纷退后 既然是位面之主 那看样子 今日没机会夺回圣魔眼了 走吧 等等 那些域外协足 魔尊强者的果断 就算是硝烟 都是为之一落 看样子 魔尊层次的强者 只是可以镇压下 未免的未免至尊 但到了大千世界之中 便不再是 至尊敬强者的对手 硝烟哥哥 硝烟 你没事吧 彩琳以及薰儿几人 摆脱掉那些 魔尊强者的攻击 则是快速来到了 硝烟的跟前 再见到那些魔尊 竟然直接选择逃离 金穷魔尊 以及紫电魔尊 实力 皆是不弱于 金穷魔尊 以及紫电魔尊 故而也就没必要 听从他的命令 来到这里 只是为了取走 那一领圣魔炎的紫火而已 金穷魔尊 以及紫电魔尊 皆是动用了自己的魔源 今日若是不能夺走 圣魔炎紫火的话 那么今天便是 他们二人的死期 紫电和金穷魔尊二人 目光怨毒地望着消炎 就算成为了 未免之主又能如 在我域外协足强者的眼中 不过只是一只 厉害点的蝼蚁而已 说吧 狂暴的雷电凶兽 再次在紫电魔尊的身前凝聚 而金穷魔尊的肉身 也是随之坚实了不少 此二人的实力 此时已然远远超出了斗地层次 消炎转身望向其余四人 这两个家伙交给我 你们退远一点 采灵薛尔等人 也是十分的果断选择退开 这种情况 他们显然已经是帮不上忙了 那两个家伙光看着样子 便是在以死相拼 斗地强者的实力 虽说十分强悍 但是这域外邪族的魔尊强者 以死相拼 那最终的结果 也只能是同归于尽 天邪金魔拳 雷产古 金穷魔尊周身那溢出的邪气 开始不断内力 进入到肉体之中 在邪气涌入金肉体之后 金穷魔尊原本凝食的肉体 渐渐开始泛起淡淡的金色 看这样子 竟然有点像是黄金身体 消炎曾经在斗气大陆之上 曾经获得过傀儡炼制的方法 知道傀儡肌肤的颜色 越是靠近金色越是强大 虽说如今炼制斗胜斗地层次的傀儡 已然不能用当初的那种 层纪来约束 但是看着金穷魔尊的皮肤 逐渐呈现金色 消炎感受到 金穷魔尊的肉体 似乎又增强了不少 也就是在此时 但原本剩下的两只雷电凶兽 却是被子电魔尊身后的 两只雷电王给缠住 旋即吞入到了体内 但那两只雷电凶兽 进入到子电魔尊的身体的瞬间 原本子电魔尊的身形 也是开始膨胀起来 体型竟然朝着 一只蝉雏的方向变化 但雷电蝉雏 不仅气息上逐渐攀升 身体表面低落的液体 在接触到下方的空间乱流的时候 都是将那一方空间直接腐蚀掉 可以腐蚀空间的雷电剧毒 这还是消炎第一次见到 只见到消炎面对着这两只 已然不成人形的魔尼 手掌猛然一抖 一道有着22道方位的法阵 出现在了消炎的跟前 每一道方位之上 皆是燃烧着一股奇异的火焰 消炎目光如炬 望着那两道魔影 最后一招 解决你们两个挡落狗 无尽的天地能量 在消炎双掌之上开始凝聚 众人看到那22种火焰 竟然开始朝着位于法阵中心的消炎 开始凝聚起来 就连其身后不远处的古元竹鲲等人 见到消炎此刻的实力 都是为之惊叹 旋即看向身前的魂帝 若是魂天帝这种层次的强者 再次出现在消炎的面前的话 或许坚持不到一招 便得被轰成击粉 金穷魔尊一拳轰出 便是见到这魂面通道 一阵空间碎裂 粘延到消炎的跟前 与此同时 一道紫黑色的液体 雷电光束 也是从那雷电缠出的嘴里吐出 魂面空间碎裂 以及腐蚀产生阵阵空间动荡 让得彩灵等人 纷纷难以占捂身形 可消炎却是如同脚掌 扎根在这片魂面乱流之中时 满脸笑意望着那二人 这种手段对我可没什么作用 去吧 佛怒地炎莲 二十二种火焰 凝聚在消炎的手中 形成一朵九彩斑斓的金铁雷花 这莲花并向紫电 和金穷魔尊想象那般 散发出恐怖的能量气息 就好像是一朵十分精美的艺术品 一般在消炎的手掌旋转 但是当莲花转动之际 周遭的空间 随着莲花花瓣的碰触 而产生阵阵碎裂之时 金穷魔尊和紫电魔尊 纷纷是发觉有些不对劲 于是释放出自己全部的能量 消炎手掌轻轻一推 那朵细小的火莲 朝着雷电光束 和那一道苍穹巨拳飞去 一声剧烈爆炸声响 产生强横的能量冲击 那原本势不可挡 苍穹巨拳 以及雷电光束 竟然被那一朵小小的莲花 完全挡住 无法寸进 该死 别老子破 金穷魔尊健壮怒喝一声 可是即使自己在施展剧力 也无法动摇半分 而且此时 他竟然隐隐感受到 自己的拳头 有一种仿佛在燃烧的火热之感 凭你们二人 便想阻挡佛怒地炎灵 吃人做梦 爆 消炎朝着金穷魔尊 和紫电魔尊的方向 手掌轻轻一捏 原本若一女子全掌大小的火莲 开始膨胀开来 众人皆是没有反应过来 那小巧的火莲 竟然以一种极其恐怖的速度 将金穷魔尊 和紫电魔尊的身形包裹进去 一时间 金天能量风暴席卷 整个卫面空间 原本被空间乱流 所包裹着的卫面空间 一瞬间恍不白昼 大金穷魔尊 和紫电魔尊 两个魔尊层次的强者 在消炎佛怒地炎连之下 竟然半分钟都未曾坚持 便被罵罩其中 恐怖的火焰 席卷整个卫面通道 让得这一片卫面空间 都是变得有点不稳定 消炎来到众人的跟前 雇助众人 当所有人的视线 恢复光明之后 便是见到自己眼前正前方 有着一朵万丈庞大的火链 包裹着中间的那一股邪气 似乎是想要炼化 这股邪气似的 没想到 域外协足的力量 还真的是有些强横 就算消炎哥哥 施展了22刀 一伙凝聚出来的地炎火链 都无法一下炸死他们 古薛儿轻声说道 一旁的彩铃 见到这个场景 也是点了点头 消炎眼神十分凝重地 看着手中的火焰 并不是无法炸死他们 而是受到了一股能量的阻断 说吧 只见消炎左手手掌 摊开地炎 放在掌心的位置 随即右掌猛地朝地炎之中一抓 顷刻之间 一股透明的能量波动 从地炎中被抓了出来 便是见到这股透明的能量 时而漆黑如墨 时而恍如白昼 这个就是 你说的圣魔炎子火 没想到 这一缕小小的子火 都能在你的地炎炼化之下 坚持这么久的时间 其本体定然强大到我们难以想象 凯琳美眸 冷冷望着消炎手里的 这一缕火链说道 消炎也是无奈抖了抖肩膀 这一缕圣魔炎的子火 自己已经炼化了很多年的时间 凭借焚绝 消炎已经将其中的能量 完全吸收进了自己的身体之中 但就是外面这一层火焰 无法融入到消炎的地炎之中 这种抵抗 仿佛不会因为被炼化于否 就可以完全地消除 消炎的打算 便是前往上卫免 看看是否可以通过去往上卫免 提升自身的使命 进化焚绝后 改善这种情况 就当消炎说话之间 大到圣魔炎的子火 竟然朝着佛怒地炎连爆炸的 正中心方向飞了回去 在众人的目光之下 大到佛怒地炎连 竟然开始吸收爆炸 所产生的巨大能量 以及吸收那两道 被消炎的地炎烘碎肉体 仅仅只剩下的两种血气 圣魔炎的子火 竟然在补充自身的能量 消炎 古元和竹坤一口同声说道 消炎瞪大了双眸看着这一步 当年小一 还是进连腰火的时候 通过吞噬吞噬天魔雷 从而让宿主 也获得一部分能量 但是此时圣魔炎子火 完全是在自己吸收能量 消炎并没有感受到 任何能量的反馈 怎么会这样 消炎今生说道 也在这个时候 古元和竹坤二人 朝着圣魔炎的方向 同时出手 古帝碎镊子 幻龙朝拜 在龙形音波之下 一道长达万丈的 巨大混沌手指 朝着那圣魔炎的方向 轰了过去 只见那圣魔炎 在吞噬了巨大的能量 以及那两道魔器之后 原本细小的火焰 竟然在那一刻 转变成为了一个 黑白双色的人形模样 夏卫面的卫面之主 还真的是不好对付 不过凭借卫面之主 层次的实力 便想要练号 你们这群蝼蚁 对我圣魔炎 还真的是一无所知 与霸 大到圣魔炎所化的人形 只是轻轻挥动了一下袖袍 古元和竹坤二人的攻势 便是在其跟前 不过三四丈的位置 直接被焚烧 成了虚物 此时圣魔炎的实力 竟然比起那金穷魔尊 以及紫电魔尊的实力 还要强一些 好强 被圣魔炎一招击退的古元 以及竹坤沉生说道 就当彩灵轩 也要加入战斗的时候 却被硝炎拦住了去了 你们不要少 若是被这个家伙抓住破绽 会有些麻烦 这家伙在我身体之中 潜伏那么久的时间 不是为了想杀我 而是想要 让我带他去大千世界 在必要的时候 夺舍我的身体 四人震惊当场 想要夺舍硝炎的身体 要知道 硝炎如今虽说 只是斗气大陆的未免之主 但是凭借着焚绝 只要炼化吸收足够的火焰 那么 即使是在大千世界 也会变成至强者 届时 硝炎拥有多强的实力 就代表着 他会成为多大的麻烦 但是他为什么 现在又暴露自己 竹坤询问道 硝炎看了看 自己手掌上的地眼 轻笑了声 或许就是因为 刚才的佛怒地眼帘 让他不确定自己 在未来是否有把握 凭借一缕子火的能力 夺舍我 这可以融合万火的躯体 小子 没想到你 竟然有着凝聚万火的能力 这种能力 即使是在我族之中 也只有圣天魔地大人 才能办到 你这种蝼蚁 竟然也可以 这大千世界 还真的是无奇不有啊 跟他啰嗦什么 凭我们六人之力 拿下这家伙 不是什么男士 彩琳冷声说道 圣魔炎子火 双臂交叉 硝炎 我的确不是你的对手 但是凭借着一位 未免之主变相 阻止我离开 你倒是太看得起自己了 可话音还未落下 原本已然呈现 死寂的未免空间 竟然再次开始风起云 无尽的雷电风暴 从圣魔炎子火的四面八方 朝着圣魔炎的方向 席卷而来 即使硝炎等人 看见这一幕 即是愣神的片刻 这雷电风暴 比起刚才子电魔尊 所施展的雷电 还要强横不少 甚至已然比肩自己的一波海洋 好强横的气势 来人对于元素之力的掌控 以及天地法则的掌握 丝毫不若欲 看样子应该也是 硝炎等人并没有有所行动 尤其是硝炎 从这股未免空间壁中 传来的气息 可以感受到来者的实力 竟然不比自己弱 一位挡不住你 那两位呢 大荒求天指 未免破碎空间之中 传来一声极为清朗的声响 伴随着声音落下 位于虚无之中 那一直点出 好似无形似的 就连采琳薛儿等人 都是未曾看清 那一道光柱 冲破未免壁 轰向圣魔炎子火 但是硝炎却是实打实地 看见了那位面壁之外 也是有着三道身影 看上去 他们也只是路过此处 而站在中间的那青年 则是气息最强横的一人 竟也是未免之主 硝炎呢难说道 而未免通道的另一层 一道光滑闪过 在那红光之中 三道身影若隐若现 位于中间的青年 朝着虚空莫名 动用了一击大荒求天指 也是震惊到了 身前那个小女孩 林栋哥 怎么了 他们已经在这未免通道之中 穿梭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此三人不是别人正式灵动 林青竹 以及青潭 刚才看见一位志同道合的人 遇到了点麻烦 便随性出了手 距离那片新世界 应该快了吧 还没到啊 青潭无聊说道 倒是引起了另一旁 林青竹轻笑 再等等吧 应该是快了 该死 未免之主 灵动的那一指大荒求天 只断了圣魔炎子火的退屋 恰好也是给了硝炎反应的时间 只见硝炎身形一闪便是 来到了圣魔炎子火一掌 便直接掐住气火梗处 猛的一咪 那圣魔炎人形的躯体 直接爆裂入其中火焰本体 该死的硝炎 你若是敢杀我 遇外邪卒定然将你未免大陆 赶尽杀绝 随着硝炎的手掌越来越紧 伴随着一声巨响 那道圣魔炎所化的透明能量波动 逐渐停止了黑白转换 被硝炎硬生生抓碎 成为了无数能量碎片 硝炎大手一挥 将那些能量碎片 揽入自己的身体之中 这圣魔炎的紫火 无法炼化 但是那两名魔尊的能量精华 再加上刚才地炎爆炸 所吸收的空间乱流能量 却是可以为之所用 再将那些能量 吞入到自己的身体中后 硝炎的身体 散发出一种奇异的黑气 采灵薛儿等人上前询问道 这黑气没问题吧 别又像当初给纳兰截躯毒时候 留在身体之中的落毒一般 损伤自己的身体 硝炎轻轻一笑 放心吧 这种能量精华 虽然有些麻烦 但是只要吸收 完全并不会损伤我的身体 众人对硝炎的举动 也是有些无语 他一直都是喜欢 在这种危险中获取能量 但是没办法 既然已经将那些能量 吸入到身体之中 便只能选择 慢慢将其变化 就当众人说话之间 原本区域稳定的卫免空间 竟然再一次开始动荡起来 发生了什么事情 古猿竹坤问道 硝炎看了看四周 片刻后惊声道该死 战斗进行得太猛烈 数位魔尊强者 再加上两位卫免之主的出手 造成这片未免通道崩坏了 赶紧离开这里 未免通道的空间风暴 若是放在斗气大陆之上 普通的空间风暴 即使是斗尊层次的强者 都是难以受伤分毫 可是这未免通道之中 所蕴含的空间能量 可不是斗气大陆可以抵抿 若是一个不小心 即使在场的几人 都是斗地层次的实力 或许都难以存 该死 真不该放那些 域外邪足的家伙离开 硝炎凭借着强横的灵魂 可以感知到 想要将自己这些人 都掩埋在未免通道的空间乱流之中 走 我带着你们 冲出这片未免风暴 竹鲲刚想重新化作龙形 带着众人离开这片破碎的空间通道 便是被硝炎直接拦了下来 未免空间之力非同小可 即使我等是斗地层次的强者 也难以受得住 我来吧 你们助我一臂之力 与霸 硝炎快速将手掌托举至空中 一朵绽放着九彩颜色的莲花 从几人的脚下 缓缓绽放将采灵薛儿谷原竹鲲 以及硝炎的身形 皆是托举了起来 随着硝炎手掌和时 大到地眼所凝聚的莲花 将众人保护在了地眼所在的防护罩上 魂帝 初 硝炎大和说道 就当硝炎话音落下之际 原本在莲花之外的魂帝 立即飞到了火焰莲花的后面 双手托举着那地眼莲花 朝着前方快速逝去 众人朝着身后望过去 便是见到无数的雷电 从未免通道破碎的空间之中 溢出击打在了魁蕾魂帝的身上 那一次次雷电的击打 即使是太虚古龙的肉体 都是难以忍受 助我 硝炎沉声说道 凯灵薛儿以及古元竹鲲四人 皆是将自身的斗气 注入到硝炎的身体之中 硝炎施展的地眼防护 照在下一刻 看上去更加坚明 那些破开未免通道壁的空间乱流能量 以及雷电之力 在轰击到地眼障壁的时候 虽说还是会产生极其强烈的动荡 可是动荡并不是那么严重 安全了 五元见到周遭的动静 开始趋于平稳 玄机说道 硝炎摇了摇头 那些未免空间乱流正在 汇聚能量 想要将我们一网打尽 一会儿若是出事的话 你们先走 魂炎 薛儿和彩琳的眉头微微一皱 不 硝炎 这未免空间乱流中的能量如此麻烦 我们五人合力且如此麻烦 若是你一人的话会没命的 彩琳怒声说道 可下一秒 二女却是被竹坤和谷元拉住 谷元甘哑着声音说道 相信硝炎 如果不按照他说的 或许我们五人都会死在这里的 薛儿眼睛之中含着泪水 片刻之后 也只能是无奈地点了点头 硝炎嘴角微微扬起 轻轻抚摸了一下薛儿和彩琳的头 看向竹坤 竹坤前辈 本会你来控制地盐莲花的方向 我来控制速度 未等竹坤说些什么 便是见到硝炎 朝着几人的身后静止走去 离开了这片地盐所凝聚的莲花飞船之上 与那傀儡魂帝 一起推动地盐莲花 见到那空间乱流的能量 如雷电一般 击打在硝炎的身形之上 两女的眼中满含热烈 但是现在可没功夫想这些 彩琳和薛儿 将自身的雄魂的斗气 源源不断地注入到竹坤的身体之中 只见到彩琳和竹坤一声怒吼 原本地盐莲花的外围 则是出现了一层淡淡的光源 一半是太虚古龙雄壮的身形 另一半则是九彩吞天莽的 有了这两份能量的加持 地盐莲花冲破未免空间的速度 又是增加了几分 在这偌大的未免通道之中 即使是万丈庞大的佛怒地盐莲都 如同一道冲破黑夜的光源般渺小 其中未免空间的撕扯力异常惊人 在与竹坤古猿彩灵 以及薛儿四人的联合斗气之下 都是未曾让的这股撕扯力减弱 反倒是越来越强横 该死 别我冲 倒不 三千雷幻身 天妖黄翼 灵魂分身 萧炎在激进恐怖的能量乱流之中 将自己所谓的所有底牌 尽数掏出 可是那些身法陡计 在这种强横的未免乱流之中 却是基本上起不到任何作用 仅仅施展了 一次萧炎便感觉到自己的骨头都断了几分 天妖黄翼 更是在刚出现的瞬间便是 被一道空间乱流磨成了积肥 未免通道破裂所产生的空间风暴之力 实在是太过于强大 或许只有在大千世界的巅峰强者 遇到这种情况 才可以保证安然无事 就算是放在斗气大陆之上 肉身强度 可以修炼成圣的九彩吞天蟒 以及太虚古龙的肉体 在对抗这种未免空间风暴的时候 也是没坚持多久的时间 采灵和竹鲲 皆是一口鲜血吐出 旋即不敢停歇地 将自身的斗气 继续注入到佛怒帝炎帘之中 似乎感受到了佛怒帝炎帘的能量在减弱 那些接触到佛怒帝炎帘的空间乱流 由原本的焚烧成虚无道理 渐渐融入到莲花本身 硝炎察觉到 若是帝炎的能量耗尽的话 那么他们几人今日便再也没有机会 硝炎沉沉叹息了一声 闭上双眼 也就是这时 采灵和轩儿像是感受到了什么似的 一起转身看向硝炎 硝炎你想要干什么 硝炎此时身体表面散发着九彩的光明 那是灵魂能量的外形 看着这个架势 硝炎似乎是想要引发什么东西似的 但是看着一旁开始膨胀的傀儡回定 几人瞬间便是明白 硝炎想要干什么 引爆斗地傀儡 古元今生说道 硝炎兄 这样你会死的 这么近的距离 若是一名斗地强者想要自爆的话 无异于是在和硝炎同归于尽 即使硝炎此时 已然是未面之主的实力 在如此近的距离之下 承受一名斗地强者自爆所造成的冲击力之下 也是难以从 硝炎眼神十分温柔地 看着噓而采灵的 轻声笑了笑 一定要好好活着 放心吧 我一定会去找你们的 说吧 魂帝紫黑色的身形 直接化身 成为一个极白的能量光点 大到光点涌入佛怒地炎帘之中 仿佛一下 便是将四名斗地强者 都是记得没有意识 随即光点 开始逐渐扩散 将硝炎的身形完全包裹 就算是未面空间乱流 接触到那道光团 也是直接分解 成为了虚无 未面通道之中 一到数十万丈的大爆炸 瞬间绵延开来 原本就只有几个口子的空间裂缝 就如同伤口崩裂似的 绵延数万 黑暗物质伴随着强横的湮灭之力 开始冲击那个虫白色的光球 不过在冲击萧融 这道光球的过程之中 也像是在不断将这个光球 朝着正前方开始推去 直到涌出 那未面通道的尽头 光芒闪过 一种熟悉的空气 涌入到薛儿的肺里面 硝烟哥哥 古薛儿二人大口喘息着 发现自己正躺在一张床之上 周围鸟语花香 比起刚才那恐怖的 未面空间乱流 要好上无数倍 见到薛儿醒来 坐在窗边的古园 喜笑颜开 薛儿 你们是真的太好了 父亲 这是哪儿 硝烟哥哥呢 古园默不作声 将药端放到了薛儿的床前 这里是神灵古族 百世大千世界五大神族之一 太灵古族的下属宗族 那日 我们冲破未面乱流 降临到了这里 被神灵古族的人 救了 并且神灵古族的副族长 与孟老人 将我们的身体体内的斗气 升华成了这里 更为纯粹的灵力 薛儿感受到自己的气息 比起之前 似乎更加的强盛 但是并没有从父亲口中 听到自己想听到的 不只是萧炎 竹鲲和彩灵 也是不知所踪 应该是被未面乱流 冲入到其他的大陆上了吧 古园低头说道 那未面乱流 是暂时太过于可怕 能保住一条命 已然实属不易 彩灵和竹鲲 估计是被冲入到其他的大陆 但是萧炎 他却是没有任何的音讯 薛儿担忧地从床上摔了下来 古园连忙将其拉起 薛儿 放心吧 萧炎现在应该还活着 你看这个 说吧 古园拿出那戒之中的 一块灵魂玉片 那是萧炎的灵魂玉片 薛儿也是从那戒之中 拿出了自己的 不止如此 除了自己以外的灵魂玉片 都是闪烁着光芒 这就意味着 大家都还活着 不过属于萧炎的那一块灵魂玉片 显然有些暗淡 说明现在萧炎受到了重处 薛儿放心吧 等到我们养好少 便可以出发去寻找萧炎 而与此同时 门外却是传来一声 轻挑女人的声音 神灵古族 可不是你们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 这是一片辽阔无垠的密闭空间 赤色的火焰能量 将这一片空间 直接染成了赤红色 在这空间之中 似乎没有任何的生机 没有任何的水分以及空气 恐怖的温度 甚至将这里的空间 都是扭曲得不成样子 在这片火海之上 只有一道萧瘦的身影 盘坐在那火海之上 这道身影不是别人 正是经历了 未免空间风暴后重伤的消炎 在其不远处 一老者踏立在这道萧瘦身影的 不远处望着这一 身后站着数十名 身穿着银色甲胄的铁卫 那为首的老者 穿着一身黑色的袍服 发须皆白 面色素敏 给人一种不怒自威的压迫感 老者只是站在那里 那一片的天地空间 便是微微颤抖 仿佛即使是天地在他的面前 都是不敢造次 身后其中一名 穿着银色甲胄的铁卫 走到老者的身前轻声说道 组长 这少年来到这里 也有一个月的时间 一直昏迷不醒 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老者闻言轻轻叹了口气 旋即眼神朝着 那位于火海正中间的身影望去 下位面的志强者 突破位面稚骨 来到上位面之中 难免会发生一些意外 这小子能经历 位面空间风暴 还活到了现在 已然算是个奇界 火洛神族若是不管这小子 似乎有伤天和 他愿意沉睡 便继续沉睡下去 老者乃是大千世界上 位面小西天界四神族之一的 洛神族线 任足掌握天神 就当洛天神的话音 刚刚落下 便是见到一阵恐怖的灵魂波动 从硝烟的身体之中 迅速扩散到了整个空间 强横的灵魂威压 使得这片空间 都开始扭曲了起来 那些站在洛天神身后的强者 在感受到这阵灵魂威压的瞬间 也是感受到了莫大的压力 这股灵魂威压 莫非这小家伙是 炼药师 其中一铁 未望着此时硝烟的身形说道 即使是在大千世界 炼药师这种身份 也是十分吃香的职业 而且 让得至尊敬的强者 都感受到无比强悍的威压 那么 硝烟的炼药师水准 一定不会低 应该是的 这种灵魂波动 含有十分纯净的火属性能量 而且其中 还带有木器 若这小子 是一名炼药师 那便值得我洛神族的拉鲁 位于西天四大神族而言 一个至尊敬的强者 或许决定不了战争的天平 但是一个高阶炼药师的存在 却是可以吸引来 一大批至尊敬强者的家伙 在灵魂波动之下 便是见到一个个玉瓶 从硝烟的那节之中 缓缓飞出 玉瓶当中的丹药 逐渐化作最为精纯的能量 涂抹在了硝烟的身体表面 在这些丹药的作用之下 硝烟原本残破的身躯 竟然开始以一种 肉眼可见的速度 开始快速恢复 而与此同时 周遭无尽的天地能量 随着丹药涂抹到硝烟身体后 涌入到硝烟的身体表面 硝烟的身体表面 开始泛起九彩颜色的火焰纹 随着呼的一声 硝烟的身体竟然开始燃烧起来 顷刻间 硝烟便是化作了一个火人 这一幕 让得跟在落天神身后的 那些至尊敬的强者 都是为之一阵 他们不知道 硝烟此时发生了什么状况 但看着硝烟这自焚的架势 像是在不断排斥外界的能量 可一个至尊敬的强者 怎么可能和外界 那无尽的天地能量相对吧 即使是深处在得至尊境界的落天神 都是半无法 落天神那头轻跳 目光如巨望着硝烟 片刻过后 落天神的白胡 微微抖动了一下 陈生说道 没想到老夫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这小家伙 并不是至尊境的强者 而是媲美于至尊境 又超越至尊境的存在 媲美又超越 这听起来 两个相辈的词语 怎么能作用在于一个人的身上 身后那落神族的铁位 皆是满脸疑惑 不知道落天神在说些什么 毕竟落天神此时的实力 已然到达了的至尊的层次 能看见一些常人无法看见的东西 组长 这小家伙 的确是散发着至尊境层次的气息 为什么说是媲美又超越至尊境 文言 落神族深深吸了口气 下卫面之主 五个字脱口而出 直接便是解决了在场所有人的疑惑 只有下卫面之主 才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下卫面的能量气息 比不上上卫面 不而无法产生 可以抗衡上卫面至尊境层次的存在 但如果是单论能量体育的话 此时的消炎 又是超越至尊境的存在 这才又出现了 媲美而又超越的情况 组长的意思是说 下卫面的能量气息 并不如上卫面的灵力那般纯粹 不而来到上卫面以后 这少年体内的能量 正在快速转化 成为灵力 这个过程注定是十分痛苦的 以前大千世界 也有过下卫面致强者 冲破卫面稚固 来到上卫面 但是因为 承受不了上卫面灵力 与自身原本修炼的能量相比处 最终自爆身亡的 位于落天神身后的两位 有些资历的铁卫 望着此时消炎的情况 先后说道 可落天神从此时消炎的身体之中 却是看到了另一些特殊的物质 既然这小子降临到我族 便是与我族有缘 所幸老夫今日便助他一臂之力 落天神的话 激起了身后 几名至尊敬强者的兴趣 得至尊级别的强者出手 那可不是想看便能看到 只见落天神朝着消炎的方向 轻轻一抓 原本消炎身体表面 那不受控制的火焰 竟然朝着消炎的胸口 快速吸收了进去 而在火焰重新进入到消炎身体以后 那周围万千的灵力 也是随着那 营绕在消炎胸口处的火焰 进入到了消炎的身体之中 这个过程 虽说还是让消炎的身体 承受不小的能量冲击 可是从消炎此刻脸上的表情 就可以看出 当才落天神的帮助 让得他减小了不少的压力 族长 盖世只能让我等清白 身后铁位中一人奉承道 落天神并没有理会那人 而是笑着沉声说道 并非我出手 是这小子自己的本事 这小子刚进入到大千世界 对于大千世界并不熟悉 我敢肯定他以前 受到过高人的指点 只是那高人并没有告诉他 该如何快速适应上卫能能量 族长 您的意思是 落天神指了一下消炎胸口的那一处 散发着九彩的光弹说道 众多至尊镜的强者皆是震惊 那种能量气息 他们都曾感受到 至尊原点 要想晋升成为至尊镜 需要不断凝聚自身气候 进行压缩 最终凝聚成为一个至尊原点 而至尊原点的产生 则是至尊海出现的开始 只有出现了至尊海 那么才能算是真正晋升 成为了至尊镜的强者 下位面的至强者再强大 也不会产生至尊原点 因为这是上位面的灵力 才能产生的能量界点 故而我确定 这小子身上一定有着高人的指点 甚至于这个高人 实力不会弱于我 此言一出 震惊四座 一个不弱于的至尊层次强者的指点 那是何等恐怖的存在 即使是在大千世界 得至尊层次的强者 也不是说见便能见到 至少在洛神族 也只有族长一人 达到了地至尊层次而已 这小子转化灵力 应该还需要一些时日 这些时日 你们便在此处好生伺候 力神族和血神族 这些年都不太安定 老夫也不能一直守在这个地方 自消炎被洛天神 引动体内的那一群至尊原点 从而开启凝聚自身至尊海以后 过去约莫过了七天 在这七天里面 这一片被洛天神开辟出来的空间 时刻都是被恐怖的 天地能量威压笼罩着 若非洛天神派遣二品 至尊镜的强者 一直守护在这片空间 或许这片空间 早就开始动荡了 这小子 到底还需要多久 这都已经过去七天了 而且 看着这吸收的天地灵力 一天比一天多 好像已然超出了 无等当初突破至尊层次时候 所需要的灵力了 不过就当话音刚刚落下之际 那为首的一人 便是转身殉职受到 勿要抱怨 此人乃是族长特别关照的 若是出了什么差错 无等可担待不起 而且 此人的灵魂力量异常膨大 想来应该是一名高阶的炼药师 若是能与此人交好 那么对我洛神族 将会有无限的好处 是 文言 位于身后的两人 也是停止了抱怨 安安静静为硝烟护法 而硝烟此时 也是感觉到 自己的血脉 正在不断地升温 一股燥热之感 从自己灵魂的深处涌出 好像无数的小虫子 在自己的身体上面爬一般 只见到硝烟一声幕后 便是从硝烟的身体之中 迸射出恐怖的火焰风暴 朝着四面八方席卷去 那三名至尊敬的强者 健壮眼神一鸣 同时朝着硝烟的方向出手 落海封天静 三人同时出手 一道灵光法阵 在硝烟的头上凝现而出 法阵形似一面镜子 在硝烟身体之中的 火焰能量迸射出现的时候 那面镜子 直接将硝烟身体之中的能量 吸收了 进了那落海封天静之中 在硝烟身上的火焰 进入到落海封天静 洛神族三位至尊敬强者 同时施展手印 将硝烟身体释放的能量 尽数散去 那为首的一人 感受着那手掌炙热 轻声笑道 这小子的火焰 也不是俗语 若是对拼的话 想必单是这个火焰 便是可以灼伤我的 另外二人对于这种感觉 自然也是更加的影响 难道那位高人 对于这小子的指点 就是将这火焰给了他 这火焰怎么看 也不像是下位面该有的东西 断火圣炎榜前四十九位 乃是真正的圣人 圣炎榜之中 每一种火焰 是有着九彩颜色的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那圣炎榜 也只是大千世界的强者 对于已知的火焰的排名 很多强大的话 火焰甚至不在圣炎榜之上 但这九彩颜色的火焰 圣炎榜上 倒是有排名第三十七的 九星月胡炎 排名第十六的太炎 和排名第五的妥舍地炎 若是这小子 真的是受到高人指点 那么这火焰 说不定还真的是 这三种火焰之一 恐怖的天地灵力 如金韬拍案一般 朝着硝烟的身体表面 拍了过去 但是这种灵力 就如同燃烧硝烟的干柴一般 在不断为硝烟的燃烧增添柴火 这一次硝烟的燃烧 和上一次落天神镇压的火焰不同 上一次是斗气和灵力 正在硝烟的体内 争夺硝烟身体的主权 而火焰只是调和二者的关系 可这一次 是硝烟正在逐渐将自己的斗气 凝炼成灵力 并且将自身的灵力 凝聚成为至尊海 这个过程只能依靠硝烟自己 就算是地至尊 哪怕是传说之中的天至尊降临 都无法帮助硝烟 落海封天镇 不断地吸收着硝烟体内 渗透出来的火焰能量 否则任由硝烟这样释放的话 或许只需要一天的时间 便可以将落天神 当初在这个地方开提的空间 直接变成一片火海 我还没有见到过 哪一个至尊镇层次强者突破的时候 会是这种场景 这小子还真的有点 像是火焰的君王一般 他为首的至尊强者轻声笑道 从硝烟开始释放自身能量 开始又是过了五天的时间 这五天的时间里面 对于那三名至尊镇强者而言 可以说是极为的折磨 即使三人有着至尊镇层次的修为 此时看上去都有点脱手的技巧 不过好在硝烟的火焰 似乎有着淬炼静 加速修炼的作用 在这几天不断吸收硝烟身体内火焰的过程之中 仿佛自身的修为都是提升了一点 要知道到了至尊镇这个修为 假如在实力方面再有剑术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几乎每一品的提升都需要不小的造化才能办得到 时间悄然而过 到了第十五天的清晨之时 硝烟身体内的能量才开始趋于平稳 那见到原本天天都是如修罗炼狱般的空间 突然开始宁静起来 那三人竟然开始有点不习惯了起来 在硝烟胸口处的九彩光团 将最后一缕能量吸入体内过后 只见到硝烟双眼缓缓睁开 猛然腾空而起 便是见到硝烟踏立于这片虚空之上 不只是这片空间 就连整片落神域的天空 都在一瞬间变成了赤红之色 好像无数的流火 汇聚到了天空之上 发生了什么事情 落神族的少族长落青云今生询问道 再看了一眼自己的父亲落天神后 旋即身形一闪 想要离开那片空间 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难不成是立神族和血神族的人开始进攻了 落天神放下手里的书卷 深邃的眼眸旺旺旺旺旺旭空 一个在我落神域突破之尊敬的人罢 不用担心 不是立神族和血神族 听到落天神所说 落青云这才稍稍松了口气 不过下一秒 落天神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 望向天空 随即嘴角微微翘起 是那小子要出关了 落青云有些不明白落天神在说些什么 只是呆呆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下一秒便是见到落天神的身形 直接消失在了那片空间 落神域的众多强者 看着那位于落神山 刚刚冲破空间 降临落神域的青年 那青年踏离于整个落神山 双目紧闭 像是在感受着周遭的天地能量 半赏过后 随着那漆黑如墨的双眸打开 整个落神域的温度 都仿佛提升了一些 消炎深深吐出一口火气 然后看了看自己的身体 轻声说道 这便是大千世界的至尊镜了吗 看样子 裹着与斗地层次有所不同 不只是至尊镜 以你现在的实力 应该是位于三品至尊的巅峰 若是机缘足够的话 晋升四品已然不已 就当消炎话音落下之际 突然感受到 这片天地都开始颤抖起来 一个声音 从自己的四面八方传来 关键是以自己递进灵魂的层次 竟然感知不到 这苍老的声音从何而来 消炎转过身 便是见到落天神 已然站在自己身后 这老者是什么时候 站在自己的身后 自己竟然一点都不知道 不过消炎可以感知到 在自己昏迷的时候 有一道和眼前的这位老者 极其相似的气息 帮助自己疏通经脉 小子消炎 见过老前辈 是前辈救了小子吗 消炎 好名字 老夫落天神 乃是西天界落神族族长 消炎听到这两个词有些陌生 不过看着这周围的一切 消炎便是可以确信 自己现在已经到了 大千世界的上位面 讲来这西天界 应该就是大千世界 诸多上位面其中之一吧 敢问落天神族长 当日救我的时候 可曾见到其他人 当初消炎引爆 魂天帝的斗地之身 依靠着爆炸的冲击力 将薛尔等人 送出了卫面通道 而自己则是来到落神族 虽说自己已然到达了上位面 可也与众人失去了联系 大千世界不比斗气大落 有种让消炎觉得自己 即使施展权力 也在这位老者面前 撑不过三招 落天神摇了摇头 那日只有你一人 从我落神族的卫面通道 破空而出 好在那日 我落神族的卫面通道正在维修 不然的话 也无法在那卫面空间乱流之中抓住 当时卫面空间乱流之中 便只有你一人 并没有其他人 是有什么重要的人 和你一起突破了卫面的智果 消炎闻言 看着眼前的落天神 想来这落天神并非俗人 对于自己的来历 早已了然于凶 不错 小子是来自于下卫面一处 叫做斗气大陆地方 成为至强者之后 突破卫面桎梏 前往大千世界 这才来到了落神族 落天神瞧见消炎 并没有对自己隐瞒什么 也是满一点点头 大千世界 群雄并力 是连接着无数下卫面 和上卫面的核心之地 即使是我落神族 乃是西天四大神族之一 在大千世界之中 也不过只是顶尖势力 而并非是巅峰势力 前辈实力 已然让在下看不通 即使如此 也不算是巅峰势力 要知道 当初魂天帝一人 达到斗地层次 便是足以抗衡 整个斗气大陆的强壮 而现在消炎的实力 远胜了魂天帝 落天神的实力 现如今 又让消炎觉得看不到边界 这样的实力 在大千世界 都无法占据这一人 说话间 便是见到落天神 抚摸着自己 无须哭笑起来 小有请 在落天神的指引之下 消炎随着落天神一起 去往了落神族 圣地落神殿之中 当消炎一脚 踏入到落神殿之中的 瞬间便是感受到 这落神殿之中 所蕴含的天地能量 竟然比起外界 都强盛数倍 能量近乎呈现液态地 抚慰着消炎的肉身 仿佛因为受到 魂面空间乱流 所产生的伤痕 在此刻都没那么疼 我并不知道 在你曾经历练过的下魂面 实力曾经是如何划分的 但我要提醒消炎小有的 是在大千世界 即使你的实力再强 也不要心生骄傲 因为这大千世界 连接着亿万位 能力出众者不知凡几 天之骄子不知几何 至尊强者更是数不胜数 消炎点了点头 下一刻 落天神手掌轻轻一抬 在消炎的身后 形成一朵莲花包 玄疾二人对作而论 前辈说的是 小子谨记 在大千世界的实力 划分分为感应境 灵动境 灵伦境 神魄境 三天境 前辈 依我现在的实力 在大千世界 位于什么境界 消炎询问道 不属于这其中任何一个境界 这些都是凡境 也就是说 在这个境界修炼的人 都是属于凡者 并不算是真正的强者 而真正突破三天之境 踏足至尊 才可以算得上是圣境 圣境 消炎疑惑说道 落天神点了点头 不错 踏足至尊便是踏足圣境的凭者 至尊之下 皆是楼梵 落天神看着消炎 眼神清明笑着说道 消炎可以感受到 落天神平日 一定是一个十分严肃 且不苟言笑的人 今日对自己这般笑脸相迎 在这个世界也是充满着弱肉强食 只有强者才有话语权的世界 至尊分为九品 一品最低 九品最高 你现在的修为 约莫就是在三品至尊的层次 而踏足九品巅峰 修至圆满 则为帝至尊 当达到了的至尊这个层次 便有了成为一方上位面之主的实力 而的至尊又分为下位 上位以及圆满 老夫便是身处在下 为帝至尊巅峰层次 多年未曾突破 加上老夫年老体衰 怕是难以有所进步 在了解自己的实力层级 也已然超脱了繁镜 晋升到了至尊 小妍也是歇了口气 要是在这个世界 自己还是需要重新开始修炼的吗 那么到时候 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 能再见到薛她们 前辈神功盖世 在这大千世界 也是顶尖的存在 小子知道 有一些丹药 是可以帮助人突破修炼仗毕 想来洛天神组长 是看中了小妇的炼药师天赋吧 洛天神闻言 再次抚摸了 一下自己的肠子 这你倒是想错了 老夫原本对你的 的确是有拉拢之意 也对于你的炼药术十分看重 但是 自从你询问到 是否有看到其他人的时候 老夫便知道 你不会留在洛神族 强行拉拢或者要挟的事情 老夫还不懈去做 当你只是看中你一身的本事 不忍就此允消 是小子冒昧了 萧炎低下头轻声说道 洛天神站起身摆了摆手 你现在虽说 已然将自身的能量转化 成为了灵力 可是你一身的伤势 还并未恢复 这段时间里面有什么需要 尽管去吩咐 但是结个善缘还是很有必要的 萧炎对于洛天神的坦率 以及实诚 有些苦笑点的点头 也就说洛天神无比相信 萧炎这个从下卫面 突破卫面稚固 来到这上卫面的人 在未来也会成为 这大千世界的强者 多谢前辈相信小子 洛天神轻笑一声 仿佛是看出了萧炎的心思 上卫面也有很多 天赋不错的后辈 但是那些小子 大多是没经历过 什么大风大浪 故而修炼起来 并没有任何的 面临生死的压力 要付出比其他人 更多的努力和汉水 这一点 相信萧炎小友无比相信 以及认同 太长时间没说话 今日的废话倒是多了些 便不打扰萧炎小友 说吧 便是见到洛天神的脚掌 轻轻一塌 原本还在洛神族的一处大殿 竟然直接转化 成为了一处院落 这院落可谓是古色古香 门外占满了身穿铁甲的侍卫 从气息上来看 那些侍卫的实力 丝毫不弱于 斗气大陆之上的斗圣强者 但是在这里 应该也只是三天之境 其中一境左右吧 移行换紧 好强的手段 能让自己现在的实力 都可以随着洛天神满触碰 看样子 这大千世界 还真的是十分的精彩 萧炎回到房间之中 将一颗丹药放入嘴中 旋即开始恢复自身的伤势 大千世界毕竟不是斗气大陆 这里更加危险 自己要尽快找到薛尔采灵 以及竹坤古猿的下落 不然的话 他们如果在这里出事的话 自己再回到斗气大陆 萧炎都不知道 自己该如何面对萧萧萧领他们 洛神殿 叔父 这家伙不愿意加入 我洛神族吗 下方一身穿蓝色 袍服的中年男人轻声说道 看着其站位 仅仅只是比洛神族少族 长少半个身位 想来地位也是不低 洛天神轻轻点点头 变容有些失望到 不愿意就不愿意吧 你们不要为难他 等到他伤势痊愈 便放他离开 可恋要宗师 可不是说找便可以找到的 看着那小子 应该是性情中人 不妨可以利用这一点 让他加入我 大不了在他加入我们洛神族后 我们帮他找人 洛海 你可不能乱来 我们虽然 不能让这小子 加入我洛神族 但万不可让其对我洛神族心存敌意 父亲说了 这小子天资不凡 若是日后成为 媲美大千世界剧情的存在 那对于我洛神族 可是灭顶之灾 洛青云怒声说道 但是那洛海 去世并没有任何的退让 也是冷声说道 洛神族正是因为 太过于在意别人的看法 这才成为四大神族之中最弱 若是我们再不招兵买马 难道你要用慈爱感化力神族 血神族不在杀戮 从而捍卫 我族人吗 听到洛海的怒斥 洛青云原本激动的情绪 一下便是被其压制中 洛天神看着下方争吵的两兄弟 原本也想训斥洛海的心情 顿时也是被其言语的噎了一下 云儿 你先退到一边 海儿 说说你有什么看了 洛天神没头稍稍抖动 陈生询问说道 看见洛天神并没有生气 洛海也显得更加自信 我可以感受到 这小家伙的灵魂力量 并不比自己弱 故而推断 他一定是一位炼药师 可既年纪终究还是太小 可侄儿比起来 应该是稍逊一筹 但是这仅仅只限于目前的情况 侄儿相信 给他二三十年的时间 他一定会成为超越侄儿的炼药师 洛天神微微点了点头 海儿 你可是我洛神族的第一炼药师 平日里可是心高气傲得很 能让你都说出这种话 看样子 那个叫做萧炎的小家伙 还真的不简单 继续说下去 你有什么打算 洛海文言 轻笑着点点头 叔父对他承诺的洛神族 不会为难他 但是但不代表我洛神族 对他没有意见 洛神神丹会即将到来 到时 我愿意以挑战的名义 跟萧炎对断 并且为难于叔父 以萧炎小友的性格 定然不会让叔父为难 从而答应下等约 萧炎小友的炼药术 虽说定然不弱 但是和我比起来 终究资历还不够 届时 我会略胜他一筹 从而让其不得不信守承诺 加入洛神族 听着洛海的分析 洛天神双眸之中 显露出一丝犹豫的神态 这是否有些不同 不过一旁的洛青云 听完洛海的话 原本圣怒的情绪 则是缓解了不少 跟着点了点头 洛海兄弟说的有道理 我洛神族对萧炎有救命之恩 而且又帮助他突破至尊敬 如今又帮助他恢复伤势 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 我洛神族都没有对不起他的地方 如果说 一个鄙视赌约 他都不敢接下来 那么 此人也不值得 我洛神族以礼相待 叔父 不要犹豫了 洛神族想要强大 必须要采用一些非常的手段 仅仅依靠着人次和善心 是没办法捍卫我族人的 洛天神深邃的双眸 瞥向洛青云和洛海二人 老迈而又无奈的气息 从嘴里缓缓吐出 既然如此 便按照你们的意思去办吧 但是我洛神族 不能因此而落人口是吗 即使硝炎小友 届时输了笔试 也想要离开的话 我洛神族不允许有人阻碍他离开 明白吗 洛海和洛青云 同时攻身英语 硝炎住在洛神山后山的一处庄园之中 整日皆是闭门不出 除了偶尔开门 迎接洛神族铁卫送来的饭食 其他的时间 几乎都是在修炼 那些守在硝炎庄园外 不远处的铁卫 感受到硝炎屋子里面的天地原理 越发强横 也是对这个新来洛神族的强者愈发好奇 看样子 这个叫做硝炎的 还真的是不得了 看上去也就二三十岁的样子 在这个年纪达到了至尊境 还真了不得 听说还是突破下未免智骨 来到上位 下位免的修炼何其困难 假如达到未免至尊的层次 至少也是需要成千上万 这硝炎看上去二三十岁 可能实际年龄已然上百岁 不过即便如此 升到了上位免 也没几人直接达到至尊境 在二人议论之时 便是见到硝炎房间的幕门 缓缓打开 一股炙热之气 从房间之中缓缓渗出 暖意席卷方圆数百里的空间 让的那些铁卫 都是感觉到的 内心一种莫名的温暖 可是当他们用灵魂力量 感知这种暖意的时候 却感觉自己的灵魂 仿佛是在燃烧般炙热 硝炎先生 那两位铁卫见到硝炎 连忙行李说道 硝炎也是笑着回礼 这些天多谢二位的照料 这些丹药算步的上场 便算做对二位多日来照顾的线 那两位铁卫见到硝炎掏出的玉瓶 一瞬间 直接呆愣在了原地 因为他们 从玉瓶之中感受到的异常强大的能量 硝炎看着手里的玉瓶 也是轻轻一笑 这个世界的能量层次 果然不是斗七大陆可以比的 不然的话 自己手里的两枚九瓶宝丹的层次的丹药 哪里是那么容易炼制的 硝炎先生 照顾您是族长的命令 我们哪能收您的东西 就当其中一人话音还未落下 几人的身后 却是传来了清朗的笑语 大丈夫当仁不让 既然是硝炎先生的好意 那你们便收下吧 不要辜负了这番好意 参见落海大人 那两名铁卫转身一看 一位身穿着深青色袍服的男人 正在朝着自己的方向缓缓走来 于是连盲单腿下跪说道 硝炎也是朝着那个方向望去 便是见到此人身上的火焰气息 极其的明明 一头黑色长发无风自我 面容轻雅 好像一个书生里面 小子硝炎 见过 硝炎先生莫要客气 以硝炎先生的实力 再加上如此炼药术 对在下行 莫不是折杀落马 只见落海挥了挥手 那两名铁卫 十分实距地 拿上硝炎手里的丹药 便退下 硝炎看着落海身上的袍服 再加上其身上 十分强盛的火焰气息 以及下属对他这般敬畏 于是推断出 这落海也是一名炼药师 落海兄今日来此地所为何事 硝炎笑着说道 听见硝炎说话 如此中气十足 落海也是朗声大笑了起来 笔人不才 乃是落神族首席炼药师 前一段时间正巧闭关 这两天才刚刚出关 刚一出关 便是收到叔父落神族族掌握天神 告知小友的事情 但我送一些疗伤的丹药 帮助小友快点恢复 说吧 一个精致的小玉瓶 从落海的那戒之中 缓缓飞出 硝炎望着那个玉瓶 其中所渗透 而出的能量 竟然比起自己刚才的两瓶丹药加在一起 还要强盛 已然达到了九品金丹巅峰的层次 若是再进一步 或许便可以达到地品丹药的境界 只见硝炎拱手败谢道 罗谢洛天神族掌 以及落海兄的好意 小子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不再需要这丹药 还请落海兄 帮忙转达小子谢意 说话间 只见到硝炎将落海手里的丹药 送回到了落海的那戒之中 凭借灵魂感知 硝炎可以感受到落海的实力 要胜过自己 想来 应该至少有着四品 甚至五品至尊的修为 落海见到自己炼制的丹药 竟然被硝炎拒绝 原本平静的脸皮 也是稍稍抖动了一下 在落神族 谁不想要一枚落海炼制的丹药 没想到 丹药已然送到了硝炎的手中 竟然还能被拒绝 只见落海强忍着自己的怒力 皮笑若不笑说道 看样子硝炎兄的炼药术 还真的是厉害 受到未免乱流伤的如此之中 凭借自己炼制的丹药 都可以恢复 以后硝炎兄弟 定然会在大千世界的炼药师中 占据一席之地 硝炎仿佛察觉到了落海的愤怒 于是轻声笑了笑 在下哪里比上落海兄 想必落海兄在炼药师界 已然占据一席之地 小子在落海兄面前 只是一个岌岌无名之美 被硝炎这么一推崇 落海的气则是消了一些 既然硝炎兄的炼药术 如此利傲的 那么三日后 我落神族的神丹 会还请赏脸参加 玄疾落海轻笑着说道 与爸 落海从大戒之中 掏出一斤铁 递到了硝炎的面前 只见硝炎仍然像 拒绝丹药时候那般 笑了笑说 到落海兄说笑 落神族的神丹 会在下怎么有资格参加 而且 在下还有家人 需要去寻找 并不能在这里待很久的时间 估计过两天 就要跟落天神族长告别了 硝炎最后一句话 说完便是运转自身的灵力 想要将那金铁 送回到落海的那戒之中 可这一次 一股更强悍的灵力 竟然直接将 硝炎的灵力压制住了 望着此时的落海 硝炎眼神稍稍一变 便是见到落海 拿着那一金铁 放在硝炎的手中 硝炎感受到落海的手掌之上 凝聚了十分强痛的灵力劲气 就算是自己 都感觉到有些吃力 这是落神族的一番好意 还请硝炎先生莫要拒绝 青色与赤色两种灵力 在这一片空间交织对抗 硝炎和落海两人 皆是不愿意先退 硝炎原本平和的眼眸 也是开始变得犀利起来 可碍于落神族对自己有恩 语气还是十分温和说道 这是落神族的意思 还是落海兄的意思 就当二人的灵力 还在比拼之际 周遭天地 忽然风起云涌起来 一股柔和的劲道 突然将硝炎的灵力 直接化解掉了 与此同时 落海的灵力 也是跟着硝炎 硝炎小友 是我落神族的客人 容不得有人为难 硝炎和落海 连忙攻身拜道组长 落天神老前辈 硝炎也是紧跟着拜道 但是身形刚刚弯曲 便被一股柔和的灵力 给拖了起来 落天神轻笑着点了点头 硝炎小友不必客气 我这折平日里 有些心高气傲 听闻硝炎先生 擅长变单数 足中又恰逢神单会 故而想与硝炎小友 比试一番 刚才有些急切失了礼数 小友勿怪啊 岂敢 若是落海强行 想要留下硝炎 硝炎或许不会给他 这份面子 但是 既然是落天神轻 自出面了的话 硝炎如果再推辞 便显得有些不近人情 在经历了片刻的考虑之后 硝炎也只能是无奈点点头 既然如此 那么三日之后 在下会去参加 落神族的神单会 那我等便恭候 硝炎小友大将 这几日 硝炎小友需要什么药材 皆可到我落神族的药杉之中采集 落海见到目的达成 于是笑着说道 说吧 落海将一枚空间玉牌 交到了硝炎的手中 空间坐标 硝炎感受到 这空间玉牌 和斗气大陆之上的空间玉牌 并不相同 因为斗气大陆之上的空间令牌 只是释放空间印记 凭借着印记 可以引动其中的灵魂印记 将灵魂印记的主人吸引到这儿 并非是纯粹的降临 而这种空间玉牌 却是一个空间标记 被似于可以移动的空间随法 现如今的硝炎 还做不到这一步 而落海竟然有这种本事 想要这种空间能力 应该是五品至尊以上 才会有的能力 深夜 硝炎仍然像往常那般 运转着体内的焚绝 在自己进入到至上卫面以后 体内焚绝运转的速度 仿佛更快了 吸收天地灵力的速度 比起以往 也是更加的猛烈 此时的硝炎感觉到 只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自己的实力 估计便可以从三品巅峰的层次进阶 成为四品至尊 现如今 自己的伤势也好得差不多了 等到这次神丹会结束以后 便出发寻找薛彩灵他们 虽说他们的实力 应该也是在至尊敬的 但是 在这大千世界之中 至尊敬并非是无敌的存在 而雪儿彩灵的样貌 又是倾国倾城级别的存在 难免会有不识趣的家伙 心存歹念 硝炎将灵魂力量 探入那界之中 当初的驼蛇古地洞府之中 除了许多天阶高级的陡计以外 还有着许多远古时期 遗留下来的地品丹药的药方 硝炎并不知道 窦妻大陆地品丹药的药方 在大千世界 能排列到什么样的层次 而地品丹药 也是硝炎目前可以炼制的极限 如果在网上的话 或许就连硝炎也是无可奈何 涅槃造化丹 地品丹药 服用可以进化血脉之力 清除残缺血脉所造成的影集 硝炎从那界之中 拿出一本散发着九彩光芒的药方 这正是其中的一卷地品丹药的药方 看着这位列地品层次的丹药 硝炎眼神之中充斥着激动 原本在斗气大陆之上 便无人可以炼制这地品丹药 其一是因为斗气大陆上面 并没有炼制地品丹药所需要的元气 其二便是因为没有地品丹药的药方 地品丹药的药方 大多是在上古年间那一场大战之中遗失了 而陀射谷地的洞府之中 却是有着七八份地品丹药的药方 不知道为什么 硝炎对于涅槃造化丹的丹药 却勤勇独钟 主要在涅槃心莲 龙皇灵血 在看到地品丹药所需要的药材之后 硝炎原本还算是激动的心情 就好像是被泼了盆冷水似的 这炼制地品丹药的三千份药材之中 其中至少一千份 都是天灵地宝级别的存在 那些药材 即使对斗气大陆斗圣级别的强者 都是值得出手的存在 其中有着两百种 买是炼制九品玄丹金丹的主药材 这地品丹药 难怪无人可以炼制 条件也太苛刻了 就算是有单方和元气 斗气大陆也炼制不出来 不知道这洛神族 有没有足够的药材飞食 在经历了一阵无影之中 硝炎则是将自身的灵魂力量 注入到手中的玉牌之中 玉牌产生的空间波动 形成一个空间隧道 出现在了硝炎的面前 硝炎深深吸了口气 旋即一脚踏入到了 那片空间之中 原本混乱的思绪 瞬间便是 被一股几乎呈现液态的药箱给腐顺了 这事 硝炎望着眼前的一幕 几乎都是傻在了人地 只见其身处在十万大山之中 还来不及欣赏崇山峻岩 便是被那些散发着灵气的药材 给吸引过去 天龙六夜化 九品玄丹 太乙玄扑丹的主药材 精品活阴 恢复灵魂力量的神物 活龙树妖竹 九品金丹层次雷结丹的药力 紧紧一眼望去 硝炎便是察觉到 那些在斗气大陆之上 无比珍贵的药材 便是如摆放在大街上的小滩似的 摆放在山林两旁 这片空间所蕴含的能量 几乎达到了液态的层次 难怪会孕育出这么多的天灵地宝 不过硝炎还未开始动身寻找 一股强横的威压 便是作用在了硝炎的身上 何人擅闯灵耀山 硝炎凭借着敏锐的灵魂感知力 朝着一个方向望去 一个身穿着蓝色袍服白发老者 踏立在虚空之上望着自己 硝炎可以感知到 这老者的实力远在自己之上 甚至隐隐达到了落天神的那种境界 想来应该是在九品至尊巅峰的层次 距离的至尊只差一步之有 小子硝炎见过前辈 那老者文言稍稍打亮了一下硝炎的身形 旋即从袖中拿出一卷花卷 比对了一下 微微点了点头 是你 族长特别交代了 老夫洛明 乃是落神族灵耀山的守护者 刚才出手 小有物怪 说话间 硝炎身体至上的威压悄然减弱 直至消失 见到来人对自己并没有恶 硝炎也是松了口气 旋即拱手败道 多谢洛明老前辈 不知道在这灵耀山采取药材 可有什么规矩 小子出来宝殿 若是倒是坏了什么规矩就不好 洛明看着下方说话十分牵合的硝炎 也是笑了笑 炼药师大多心高气傲 喜欢用鼻孔看人 即使洛明身为九品至尊巅峰的层次 也比不上落海在族中的地面 硝炎小有来我灵耀山 应该是为了三日之后的神诞会 因为这里的天地灵力过于庞大 故而这里的时间流速和外加不一样 在这里三天的时间 相当于在外界一个月的时间 所以小有可以放心寻找药材 只是不知道 小有所需要炼制什么样的丹药 可否告知老夫 老夫或许可以帮助一二 闻言 硝炎这才想起来 斗七大陆上对丹药品质的划分 和大千世界的或许并不相通 硝炎手中的地品丹药药方 或许在斗七大陆上 会引起斗胜强者的拼命争夺 可到了大千世界 则未必是最值钱的灵宝 只见硝炎从那界之中 缓缓掏出那卷涅槃造化丹 送到洛明的手中 洛明打开卷轴 用灵魂力量扫了一眼 原本微眯着的双眼 直接瞪得如铃铛板 神阶 竟然是神阶丹药的丹药 硝炎小有这丹药 你可要说好 日后莫要随意在人前展示 神阶 是什么意思 硝炎收回丹药说道 洛明平复了一下自己激动的心情 玄机说道 在大千世界上未免之中 丹药等级大多是统一的 分为凡 圣 神 尊 无尽之阶 硝炎小有手里的这一卷丹药 乃是圣阶丹药 甚至可以说是 媲美圣阶巅峰的丹药 即使是我洛神族第一炼药师 洛海能炼制这种级别丹药的成功率 也不会超过两成 硝炎微微点了点头 心里想着 这大千世界上未免之中 地品丹药 大概就对应着圣阶层次的丹药 凡阶丹药 分为天地玄黄四品 暗丹雷划分 白色最差 金色最优 圣品是按照丹药其中 所蕴含的灵光光轮来判断 一道灵光光轮为 一灵圣丹 九道灵光光轮 则为九灵圣丹 在下不才曾经见到过 一分八灵圣丹的丹药 其中蕴含的灵魂力量 与硝炎小有的差不了多少 若是硝炎能炼制出 这丹药之中的丹药 那足以当一名的 至尊级别的强者 为你出手 硝炎闻言轻声一笑 这圣丹层次的丹药 便可以让上位面一方 位面之主 为自己出手 那么神阶 尊阶以及无尽之阶 那些人将是何等的怪物 洛明前辈 那神阶 尊阶和无尽之阶 又如何达到 洛明摇了摇头 炼制那些丹药的 无不是一方炼丹宗师 别说是我 就连族长或许都没资格 看他们出手炼丹 不过据我所知 古灵古族之一 火灵族的火灵太祖 便是一位可以炼制 尊阶巅峰丹药的炼药宗师 其自身的实力 也是达到了 仙品天至尊的层次 火灵族 萧炎无奈抖了抖肩膀 当初驼射古地告诉过自己 那帝炎便是来自于 大千世界的火灵族 没想到这么快就可以碰上 不过那火灵太祖 有着仙品天至尊级别的实力 在大千世界天至尊 可成为一方地狱之主 就算是洛神族 也不过只是西天界 其中一块上位名 在自己还没有获得 足够强大的力量 之前还是不要去招惹火灵族 万一火灵族的人像 自己在斗七大陆历练时 遇到的云南宗 风雷阁那般不讲道理 自己可不愿身陷追杀尼坦 再说了 火蛇古地羽化之前 还让自己看在他的面子上 不要与火灵族交恶 洛明将一份地图 放到了硝炎手中 这是灵药山的地图 相信你要寻找的大部分药材 应该都在这上面 一些小部分药材的 要靠你自己寻找 看着手中的地图 硝炎喜上眉烧 这样一来 的确是可以给自己省去不少时间 虽说落海设计 自己参加神担 会引来了硝炎的不愿 但落天神落明 等于众落神族 对自己的帮助 却是让得硝炎心里滋生满意 没想到 来到这大千世界 比起当初来到中州 要顺利很多 硝炎可是实实在在 记得当年自己还是斗皇的时候 引来风雷阁斗宗 斗尊追杀的日子 有多么不好 多谢前辈 那在下便不讨扰了 说吧 硝炎转身 便朝着群山的方向飞去 感受着浓郁的药香气息 硝炎都有点迷失方向的感觉 灵药山 即使是一株普通的药材 放在斗气大陆之上 也是能够炼制七品 甚至八品丹药的主药材 现如今 竟然直接摆在道路两旁 若不是因为 此处乃是落神族的地界 硝炎甚至想着 将整个灵药山 都搬进自己的那些之中 不过现如今的任务 乃是找到涅槃造化丹的药材 有了落明给予的那一份地图 找到其中用于辅佐的药材 并不是什么人事 仅仅十天的时间 便找到了两千八百多种 剩余的一百多种硝炎 自己也有大半 可让硝炎最头疼的莫过于 这找了十天 竟然连涅槃造化丹的主药材 涅槃心帘的影子都没见到 涅槃心帘 生长于极阴极阳之地 药性刚烈 须以陡地精华之力滋养之 看着药方上面所写 对于涅槃心帘的介绍 硝炎不禁一阵苦笑 斗地精华滋养 那这种东西 想必只是存在于 涅槃射谷地所生活的上古年代吧 在自己再次将元气 引入到斗七大陆之前 只有几万年前的上古年代 才会有斗地强者 斗地精华 这灵耀山 乃是洛神族最重要的地方 那么一定会引来一些 贪心之人的觊觎 那守护耀山的法阵之处 应该有那些觊觎者的遗骸 我想 那里应该会有我需要的东西 想法从硝炎的脑海之中闪过 硝炎再次打开地图 那上面标识着许多 禁地所在的坐标点 许多坐标点 都是灵耀山路径的终点 如果没有地图 很容易便被灵耀山上面的路 给带到禁地所在的位置 到时候 法阵开启 即使是有些实力的强者 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 也有可能直接命丧当场 天鹰地羊群 这个地方不错 应该有着一些我想要的东西 硝炎凭借灵魂力量 快速在地图上扫了一圈 很快便发现一处 至阴至阳之地 按照涅槃星帘的生长 环境向来 这便是最好的地方 只要是天鹰地羊群的附近 发现了那些闯入者的遗海 便很有可能有涅槃星帘 只见到硝炎脚尖朝前轻轻一点 面前一片虚空 直接去破裂开 这十万大山的地界 几乎达到了半个中州的层次 还只是一座药山而已 甚至只是洛神族一处城市所在 下位面和上位面 真的是没法比 硝炎脚掌轻轻踏出 片刻之后 便是来到了那一处 至阴至阳的泉水湖泊之上 湖泊宽达上万丈 湖水表面漆黑如墨 但是泉岩所在的位置 喷出来的液体 却是透明之色 时而赤红 时而冰蓝 可当进入湖泊以后 却是被童话成为了黑色 站在虚空之上 望着下方这天阴地羊群 硝炎感受到自己的血脉 仿佛都有种时而燥热 时而冰寒的感觉 真是快饱垫 不过 以我现在的实力 还没有办法 承受这种至阴至阳的冲击 硝炎目前的肉体强度 恐怕已然可以媲美于一些 大千世界的神兽 但是即便如此 在下方那至阴至阳交融的 天阴的阳拳之中修炼 当初在斗气大陆之上 彩灵可以在九幽黄拳之下修炼 包括自己在岩浆世界之中修炼 皆是因为彩灵的阴寒体制 以及自己的至阳体制 想到这里 硝炎再一次回忆起 和彩灵的点点滴滴 不知道现在彩灵薰他们 在哪一片上为你 等到此件事了 我便去寻找你们 哪怕是上刀山火海也无所谓 但愿你们也能跟我一样 遇到能善待你们的势力 说吧 硝炎身形缓缓朝着 泉水所凝聚的湖泊下降 每下降一分 硝炎都感觉到 自己的身体愈发沉重 仿佛在这片湖泊之上 自己的灵力正在不断地消融 若不是自己的实力 此时已经达到至尊境 怕是会直接沉入到这片湖水之中 不过 凭借着硝炎强大的灵魂感知 在下降的过程 之中硝炎同样也是感受到 湖面的下方 应该也隐藏着灵魂的气息 看样子 这天鹰地羊泉 应该是依靠着湖水里面的灵魂气息 吸引探索者进入到其中 然后再将其完全地吞噬 在硝炎脚尖即将接触天鹰的羊泉之际 忽然便是感受到 一股柔和的灵力进风 竟然直接将硝炎的身体 直接拖举了起来 硝炎对于这种灵力波动十分熟悉 也就没有选择抗拒 被这古灵力直接带到了岸边 就当硝炎落地时 就看到洛明那严肃的面旁 没带着一丝好意地盯着硝炎 还好我在每份地图之上 都渗入了一丝灵魂印记 不然的话 还不知道你这个家伙 会来这么危险的地方 这禁地危险重重 你以为你三品巅峰至尊的级别的实力 便可以在此地横行无际了吗 洛明声音十分低沉 似乎是夹杂着一些怒 雾光如炬般盯着硝炎 硝炎只是笑着挠了挠头 旋即看向那一片偌大的湖泊 你小子知道 这里是禁地 还来到这里干什么 在看到硝炎若有所思的 看着这片湖泊 洛海原本盛怒的情绪 得到了一丝缓解 他知道 炼药师的灵魂力量异常强大 往往可以看到 正常人很难看到的一些事物 讲必在这天阴地阳泉之下 应该是藏着一些特殊的宝物 才会这般吸引硝炎来到这里 这天阴地阳泉 乃是我洛神族很早时 一位前辈的志语 赠给他的一处灵阵 此灵阵就算是灵阵大宗师 也很难破解 即使以我目前的实力 都无法在这下面待很久 你妈就更不行了 三品至尊的实力 虽说足以傲视整个大千世界 但是在一位灵阵大宗师的面前 还是有些不够看的 听到灵阵二字 硝炎并不是十分理解 想来应该是属于这个世界的 一种特殊的阵法 凭借着阵法 便可以快速凝聚力量 从而爆发出远超自身的威力这一点 硝炎还是知道 在窦气大陆之上 最后 闻天帝便是依靠着是灵阶生镇 从窦气大陆之上掠夺能量 加速了地品丹药的炼制 若明前辈 这天阴帝阳群之中 或许有我需要的一株药材 如果在其中找不到的话 那么我此行便算是白费了 几日后的神丹 会我也没有办法参加 你需要什么药材 会需要在这种险地采取药材 硝炎的话 也是引起了落海的兴趣 只见硝炎将涅槃新联的图现 展示在了落海的面前 在知道涅槃新联是涅槃造化丹的主药材 以及这种药材 只会出现再致阴质阳 以及强者遗骸之上后 若明则是无奈点了点头 看这上面所说 天阴帝羊群 无疑是最适合涅槃新联生长的地方 可是这下面 也的确是十分的危险 在看到若明内心有那么一丝松动 便是见到硝炎身形移动 一股散发着酒色彩光的火焰 从硝炎的身体表面显现出来 在火焰出现的瞬间 原本天阴帝羊群表面 渗透出来的炽热之气 都是被硝炎的火焰给压制了下去 好强悍的火焰 若明惊叹说道 这种火焰的强度 就算是落海的火焰 或许都比之不上 硝炎手掌反反弹开 笑着说道我的火焰 比起天阴帝羊群的炽热之气还要热 也可以抵抗 这股阴寒之力 虽说我的修为 还未达到若明前辈这般强悍 可是我相信 我在里面带的时间 一定会比前辈带的时间更长 魂言 若明脸上则是无奈鼓笑 硝炎小友 并不是因为我不想让你下去 到了天阴帝羊群里面 除了要对抗这种 致阴致阳之力以外 还要紧防一头实力堪比 四品至尊敬见的凶兽 凶兽 若明点了点头 三百年前 一只凶兽闯入我族 被我族族掌阵 压在这天阴帝羊群之下 此凶兽原本是万兽入天榜 排名第47位 黑尾凤果英 因为损伤了灵智 故而成为一只只懂得杀戮的凶手 若是硝炎小友的实力 再强一些 或许可以镇压这只凶手 但是硝炎小友目前的实力 只有三品巅峰 在至尊敬美相差一品 都有着极大的差距 硝炎小友现在进入 恐怕会有危险 黑尾凤果英 万兽入天榜 这大千世界 无论是规则还是宝物 比起斗七大陆 都是强太多了 想必彩灵的本体 九彩吞天榜 以及紫岩的本体 太虚古龙 在这天榜之上 应该也会有一席之地 只可惜 他们都不在 不过和魔兽 打交道惯了的硝炎 自然也不会很在意这些 放心吧 洛明前辈 我的实力已然快达到四品之尊了 而且我又有一些底牌 对付四品 这尊绝对没问题 眼见拦不住硝炎 洛明也只能是无奈点的点头 那好吧 我在这湖边守着你 一旦你遇到危险 就快点上岸 我来帮你挡住 那黑尾凤火鹰 硝炎文言 朝着洛明再次攻身邪道 随即身形一转 伴随着黑色水花的溅落 进入到了天鹰的羊泉中 真是个莽撞的小子 进入天鹰的羊泉后 硝炎感觉到 自身承受的压力 在成倍成倍的上升 仿佛下潜半寸身上的压力 都在成倍的上升 而且 这泉水之中的 至阴至阳之力相互转化 也是让了硝炎感受到莫大的痛苦 在释放自身地炎护住肉体后 那外界的至阴至阳之力 才对硝炎没有那么大的影响 不过这天鹰地羊泉 还是一片黑水 即使有着强横的灵魂感知力 硝炎也只是能知道 其中灵宝的大带位置 地炎不停翻腾 那些想要侵蚀硝炎肉体的黑水 在接触到硝炎身体表面的瞬间 则是被蒸发成为水蒸汽 变成一个个气泡生土而起 可即使如此 位于硝炎身体旁的黑水 就如同有生命一般 仍然在不断侵蚀着硝炎的肉体 而且硝炎感受到 有一股巨大的犀利 正在将自己朝天鹰地羊泉 下面拉去 即使自己现在放弃下潜 若是没有足够的灵力 自己的身体 还是会在这股犀利的作用下 不断往下沉 直到将自己溺死在天鹰的羊泉之中 硝炎快速运转着身体之中的灵力 震散身体周围 那黑水之中 所蕴含的致阳致阴之力 就下潜一万丈的位置 若是没有任何的发现 我也只好选择放下 深不见底的天鹰的羊泉之中 一道酒色 彩光如雷电掠影般 快速闪过 在这一片漆黑 伸手不见五指的黑色深潭之下 硝炎顶着巨大的压力 不断地下潜 黑水之中 那恐怖的致阴致阳之力 不断消融着硝炎身体表面的那一层地 伴随着黑水之中的那一股能量 接触到地炎的瞬间 又会被其瞬间焚烧成为虚无 忽而在硝炎的表面 其实乃是一层真空区域 可如此消耗灵力 即使如今有着至尊尽实力的硝炎 可是身体却是越来越重 那无尽黑暗之中的拉力 正在将自己朝着下方快速拉去 而且周围致阳致阴的力量 也在成倍的增加 该死 这里的能量既不属于致阴 也不属于致阳 只是表现成这般 在下前一段时间后 硝炎便是发觉 如果说这天阴地阳泉之中 蕴含的是致阳致阴之力的话 那么泉水之中的致阳之力 应该是可以为自己所用 可当硝炎尝试着吸收周围的天地灵力的时候 却是察觉到 自己的灵魂有一种即将被淹灭的感觉 这种感觉 硝炎还是第一次感受到 这天阴地阳泉之中的黑水 所蕴含的 应该并不是致阳致阴的力量 这种力量 很像一种纯净的淹灭之力 既不属于五行 也不属于阴阳 很显然 这种力量 已然超越了当初斗七大陆上 所能蕴含的能量 硝炎甚至很想认识 当初布下这种灵阵的灵阵师 到底是怎样的存在 可以将致阳致阴之力 融入到湮灭属性的灵力之中 可惜 现在并不是硝炎掌控着这个能量 而是需要硝炎对付这种能量 硝炎看着四周七黑的环境 一种堕入黑暗般的慌乱感 涌上行头 好在硝炎从斗气大陆上带来的避水珠 在地炎的保护之下 还可以用 不然的话 呼吸混乱 硝炎真的有可能会溺死在这个地方 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呼吸 硝炎释放自己的灵魂力量 感知着四周的力气 在自己的灵魂感知之下 那释放着灵气的天才地宝 更加的无所遁形 其中的灵气 在硝炎的感知之下 变得更加的明显 看样子 应该是快到了 不过就当硝炎察觉到 自己即将找到那传说中的涅槃心莲的时候 却是感觉自己的火焰周围 冒着细小的彩花 经历无数次的生死危机的硝炎 对于周围的环境尤其的敏锐 他的火焰双眸 死死盯着那些地炎外围缭绕的彩色火花 发现那些火花 并不是自己的地炎出现异样 而是一些细小的虫子 正在试图靠近自己 这是远古弑虫 在硝炎强横的灵魂感知力面前 任何事物在其眼前 都像是放大无数倍似的 看着那银白色的细小的虫子 和斗气大陆的远古弑虫 竟然有着极其相似的外面 而且看着其不断地吞噬着 自己散发的灵力波动 想来真的是跟远古弑虫有什么关系 没想到在大千世界 竟然也有这种虫子 硝炎扫射一圈自己的火焰说道 还好自己现在有着地炎护体 不然的话 这种细小的虫子 还真的是不易发现 或许是因为在高阶未免的原因 这些远古弑虫 不仅单体的实力 比起斗气大陆强不少 关键是 还变得更加的细小 这种细小的程度 甚至可以钻入到人的血液之中 汲取人的血脉之力 这可比在斗气大陆之上 稀释人类的斗气 要可怕许多 硝炎朝着四周望去 既然远古弑虫在这个地方 那么他们的母体 也就一定在这附近 只见硝炎深深吸了口气 旋即反身一掌怒轰了过去 地印诀 五印合一 九彩斑斓的火焰 形成五层印记 只见硝炎的手掌 怒拍在第一道印记之上 下一刻便是见到五道掌印 开始层层相叠加 朝着硝炎手掌所对的方向 快速飞去 天因地阳泉之下 一道虚空裂缝展开 将周围的黑水 尽数震开 九彩的火焰掌 印记直朝着 一个方向怒轰而去 一声乍响传遍水底 随即反馈而来 怪物因疼痛而发出的音波 人类 一位中年老妇人的声音 传入到硝炎的耳中 硝炎转身朝着那个方向望去 便是见到两只巨大的远古侍虫 出现在了自己的面前 两道远古侍虫体型 比起自己身前 那肉眼都看不见的远古侍虫 不知道大了多少倍 一紫一黑 紫色的那一只 身长七八十丈 而黑色的那一只 则是身长三四十丈 刚才的声音便是从紫色的那一只身上发出来的 看样子 这远古侍虫已然开了灵质 而且灵质不低 远古侍虫后 远古侍虫皇 没想到今日竟然能看到两只 远古侍虫乃是母系社会 一只虫后和一只配合繁衍的虫皇 这两只远古侍虫 可以说是一个远古侍虫的核心 当虫皇死去以后 虫后会新产出一只虫皇 接替原本那只的地位 但是当一个虫后死去了 那么这个远古 侍虫种族便是宣布灭亡了 硝烟看着那只黑色的虫皇 被打断了两条腿 冷笑了几声 听着硝烟的嘲笑 那只虫皇委屈地 将自己的头 迈入到虫后的怀疑 人类 你敢袭击我侍虫族 胆子当真不行 三品至尊吗 在远古侍虫后 释放自身气势的时候 硝烟感受到 这远古侍虫后的气势 竟然只是比自己弱了几分而已 故而推断这只虫后的实力 达到了三品至尊的层次 而那只虫皇的实力 也只是侃侃达到了至尊境 甚至还没有完全 稳固在至尊境 不然的话 五成灵力所凝聚的地印 绝不会如此轻易 打断他两条腿的 袭击 硝烟缓缓拖动着一缕地盐 便是见到那地盐的周围 无数的远古侍虫 皆是在不断吸食自己的灵力 可是接触到地盐的瞬间 被其焚烧成为虚无 很显然 是那些远古侍虫 想要吃掉硝烟 而这些远古侍虫 也正是那只虫皇和虫后放出来的 没有他们的信号 这些远古侍虫 根本没有胆子靠近地眼 我今日只是路过 无意冒犯侍虫族 还请让开 再想了一下 自己现在正在几千丈以下的 天鹰的羊泉之中 对面还有着两位至尊境的强者 故而硝烟便想着 此事就这样结束算了 可是当硝烟的话刚一说完 对面的虫后 却是狂笑了起来 已经很久没吃过人肉了 这种机会怎么会轻易地放过 硝烟副手而立 无奈说道 阁下修炼到这种境界实属无意 还是奉劝阁下 莫要自寻麻烦 若是放在少年时期 硝烟或许早就一记燕分事 浪尺砍过去 可经历如此之多的硝烟 自然也是 有了几分大失之分 眼下的任务 又只是找到灭寒心灵 炼制丹药 从而顺利离开洛神族 寻找采灵轩他们 自然而然便无心炼战 再见到硝烟 竟然朝着自己示范 那原本便是 没想到还是一个软骨头 今日还未等到重后的话说完 便是一到一记黄金重拳 朝着重后的脑袋怒砸了下来 沿途空间碎裂上百米 只见硝烟化身成为一个 身长百丈的黄金巨人 一拳而过 金刚流离铁 他妈的 说好话不管用 非得逼我动用暴力 纵然硝烟年龄此时已达百岁 可其心智却仍如青年一般 身体之中的潜力 如滔滔江水般源源不断 而且丝毫看不到镜头 硝烟一拳硬生生轰在了那远古视虫后 坚硬的外壳之上 等到那远古视虫后的身形 在这片黑水之中停了下来 便是见到坚固无比的紫色外壳上面 竟然出现了几道裂痕 该死 远古视虫后的 原本如蓝宝石一般的眼睛 刹那间便是转变 成为了赤红色 说话间 硝烟凭借着灵魂感知 可以探查到 那远古视虫后的身体表面 竟然开始散发出一种特殊的能量波动 这种能量波动 就好像是特殊的激素气味一般 环绕在硝烟周围的那些远古视虫 在得到这些气味刺激之后 变得更加苦 原本在硝烟身前的黑水 竟然隐隐可以看见银色的波动 要知道 在这里的远古视虫极其之小 它们甚至可以 钻入到人的血脉之中 吸取人的血脉之内 而眼前如此明显的银色浪潮单 是一只手的距离 或许都有着不下一万只远古视虫 有意思 硝烟看着自己身体表面地眼 所形成的振振火花笑着说道 自身的灵力的消耗速度 也是紧跟着远古视虫的狂暴化而加快 只见到那虫黄直接化身成为 两柄巨大的黑色连刃 以及甲咒 融入到虫后的身体表面 再得到了虫黄的力量的下一刻 那远古视虫后的实力 一瞬间 直接达到了三品至尊巅峰的层次 融合功法吗 看着远古视虫后的身上 所释放的能量气息 并不像是正常兽类该有的狂暴 而又杂乱无序 而是一种梳理的十分井井有条 萧炎判断出 这开了灵智的远古视虫后 应该是修习了人类世界的功法 不仅如此 这种功法还带有合体的能力 能让自己和虫黄 融合成为一个实力 更加强大的远古视虫 否则萧炎还真的是无法解释 那只仅仅勉强算是至尊镜的虫黄 为什么会和实力远超他的虫后 融合到一起 不过即便如此 萧炎也没再怕 只见萧炎脚掌轻轻一踏 强横的火焰波动 从萧炎的本体 朝着四面八方快速蔓延开来 但那九彩火焰所焚烧的任何地方 下一刻都有着赤红 伴随着干枯的黑点烧焦的声音 向着四周传播 只是几次呼吸的时间 那方圆千丈的距离 便是只剩下萧炎的金刚流离体 以及那身形巨大化的虫后 滚 否则 死 萧炎拿出 玄重齿摇摇指着虫后 冷冷说道 可那虫后虽说开了灵智 但灵智看上去并不怎么高 望着萧炎的眼神之中 满是吞噬的地方 对于萧炎身上的火焰 丝毫未曾感觉到任何的害怕 吃了你 吃了你 听着远古侍虫后所说 萧炎脸上先是露出一门 玄机地炎环绕在萧炎的玄重齿之上 看样子 今日能有准备一身远古虫黄衣的材料 用这个虫后来做成远古虫黄衣 或许可以抵挡三品至尊的权力一击吧 说吧 但远古侍虫后的身形 已然消失在了那片区域之中 转瞬之间 萧炎侧过身横尺一道 便是见到两对锋利的黑色连刃 朝着自己的方向怒劈而下 黑色的连刃与萧炎的玄重齿 碰撞到一起 发生剧烈的空间震荡 使得天鹰地羊泉 本身都是开始剧烈抖动了起来 而天鹰地羊泉表面 则是云淡风轻 平静的 就好像水下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 可守护了那么多年的洛鸣 却是知道 天鹰的羊泉 只是发生一些细微的变化 都说明 下面在发生着惊天动地的巨变 望着那时不时冒出的一两个水炮 若明知道 萧炎在下面 已然遇到了些麻烦 小家伙 要是遇到麻烦 千万不要逞强 飞色的连刃 与萧炎的玄重齿碰撞到一起 具有极强腐蚀性的粘液 从那连刃表面渗透出来 原本坚实无比的连刃 竟然直接变成了液台 在玄重齿的表面 开始延伸开来 什么 萧炎猛然松开玄重齿 随即一掌朝着虫后的方向轰去 大天造化掌 凭借着自身强横的灵力 凝聚而出的掌印 发出剧烈的轰鸣之声 似乎击中了虫后的软肋一般 让其开始嘶吼起 大虫后双刃挟持着萧炎的玄重齿口中 凝聚出紫色的光束 朝着黑色的长印射过去 犹如两道兵器碰撞一般 萧炎和虫后的身躯 同时向火不断卖 玄重齿被萧炎吸回手中 萧炎手掌一震 利用地炎将那上面的腐蚀液体 直接焚烧成为了虚物 倒是小瞧了你 没想到你还真的是有点本事 不过可惜 今日我的目标不是你 否则还真的想拿你的皮囊 做成圆骨虫黄衣 与霸 萧炎身后迅速出现一道彩色光纶 彩色光纶之上有着22道方位 在这22道方位之上 每一道皆是一道地炎本源 在斗气大陆之上 这些地炎本源 有着另外的一个名字叫做异火 只见22道地炎本源 同时朝着萧炎的双掌开始凝聚 形成一朵散发着九彩色泽的莲花 尝尝佛怒地炎莲的滋味 现如今 萧炎对于佛怒火炎的蓄力时间 随着自身进入到上位面 从而缩短了不少 可到了上位面 萧炎同样也是做出了这种假设 若是自己再去收服圣炎榜上面的火焰 通过焚绝炼化后 与自己的地炎融合 是不是可以创造出 威力更大的佛怒火炎 在斗气大陆历练的时候 两种一火产生的能量冲击 便是可以让萧炎 跨越好几个层次进行战斗 不知道在这大千世界之中 两种圣炎榜上面的火焰 融合到一起 会产生怎样的威力 萧炎手掌一动 带朵精美的火焰莲花 旋即快速朝着远古士虫后的方向 飞了过去 所过之处 天鹰的羊群的泉水 直接化作一片虚无 方圆百里之内 皆是没有任何物质感去靠近 在佛怒地炎莲出现的瞬间 原本双眼之中 充斥着吞噬欲望的远古士虫后 巨大的身形 竟然向后退了一步 想逃 完了 爆 火焰尽在咫尺 旋即爆炸开来 与此同时萧炎见到一道银色的闪光 从自己的身前掠过 犹如一面盾牌 挡在了远古士虫后的跟前 恐怖的火焰爆炸所产生的阵列 让得整个天鹰地羊群的泉水 都开始沸腾起来 没过一会儿的功夫 火焰的巨浪 直接将那巨大的远古士虫后 给震飞到了天鹰地羊群之外 那远古士虫后的身形 随着天鹰地羊群 溅起的滔天巨浪 一起飞了出来 不过刚想落回到水中 便是有一道蓝紫色的灵力之网 将其困在了其中 远古士虫后 被带到地面之上 强大的灵力 威压压的他 根本站不起身 洛明一只手 拍在那远古士虫后的腿上 伴随着一阵鼓烈的声音 远古士虫后 那原本苦撑的身体 直接倒了下来 洛明看着四周溅起的黑水 以及那水平面 下降了不少的天鹰地羊群 无奈苦笑摇头道 这硝烟小友 不仅便要非凡 战斗力竟然也如此彪悍 这虫后的实力 可不弱于三品之尊 与此同时 天鹰地羊群万丈之下 那一片 由于硝烟佛怒的炎连 所产生的真空区域 同样是散发着 极其强横的能量波动 硝烟抬头朝着上方望去 那虫后并未落下 应该是备手 在外面的洛明土起注 佛怒地羊群所产生的恐怖温度 将整片天鹰地羊群的温度 提升到接近沸腾的不说 而且 在刚才佛怒地羊群爆炸的位置 还产生了一块 宽达树里的真空地带 天鹰地羊群的黑水 只要是想要接触到 这股炙热的净气 便是会被直接焚烧 成为虚无 甚至无法产生水蒸气 在这片真空地带中 硝烟嗅了嗅烧焦的味道 无奈苦笑道说 这只虫后有灵质吗 居然如此不知死活的 想要吞了我 可这家伙灵质底下吗 最后又懂得 拿整个族群形成护盾 挡下我的佛怒火连 唉 佛怒地盐连的威力 现在 虽然还未达到上限 可是硝烟却是无比确定 刚才那一击弱 不是远古弑虫后 拿整个族群的力量作为护盾 那么恐怖的能量 能直接将那个畜生 轰成虚无 这股气息是 佛怒地盐连所产生的能量威压 同样对硝烟产生了极强的冲击 将其送到了千丈之下的位置 也就是在这个地方 硝烟感受到了一股独特的空间波动 看来就是这里了 以前在斗七大陆的时候 硝烟便是在沿江世界 遇到过天火尊者 若非是天火尊者的帮助 硝烟当初去往中州 救出老师要尘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看着不远处的空间波动 硝烟感受到一股四层相识 无比熟悉 但比起之前 又无比强大的空间波动 但愿其中有我想要的东西吧 与霸 硝烟直接纵身一跃 跳入到了那道空间漩涡之中 吊材的灵气 便是来源于这里 想来硝烟所需要的涅槃心帘 便是在这个地方 只见到硝烟刚 落入到那片空间之中 便是眼前一黑 仿佛在这里的黑暗 比起外界那天 阴地阳泉中的黑水 还要暗许多 这里硝烟难难说道 在这里 硝烟发觉自己的灵魂力量 竟然可以感知到 方圆几十万里的一切 并没有像外界那般 受到天鹰的阳泉的灵魂压制 在我的面前 想要施展灵魂幻水 只可惜 你的实力还不够 向前走了几步 硝烟便是开始狂笑了起来 没有继续走下去 在硝烟说话之际 但原本笼罩在硝烟眼前的 一抹黑雾直接散开 原本平坦的陆地 正前方 竟然是一座渗透着 腐蚀气息的泥潭 若是陷入其中 或许会像那些泥潭之中的 白骨一样 而与此同时 四面八方 数十道银色的静气 朝着硝烟的方向 狂喜而来 硝烟望着那些生猛的静气 嘴角微微上扬 那些恐怖的静气 十分轻易地 便是可以划破空间 但是可惜 静气之中 蕴含着极其浓烈的 火手性能量 只见到硝烟身形一动 那些静气 在接触到硝烟身体表面 地炎的瞬间 便直接融入到了 硝烟的地炎之中 硝烟手掌 轻轻攥着那细微的银色火焰 发现这银色火焰品质 竟然特别高 至少达到了当初 在斗气大陆之上 竟连吆火的层次 尽管比起自己的地炎 要弱了不少 但是眼前的这一缕银色的火焰 只是细微的紫火而已 如果可以得到本体 一定可以让自己的焚绝 再次进化 在硝烟差异之际 一个稚嫩的女孩的声音 从虚空之中传出 浩强的火焰 硝烟冷哼一声 旋即凭借着灵魂感知 朝着虚空的方向 猛然抓去 随着硝烟的手掌落下 那片空间直接碎裂开 一道瘦弱的黑色身影 从虚无知中 被揪出落到硝烟的手中 一个小女孩 不会这要巧吧 硝烟苦笑说道 看着自己手中的那小女孩 硝烟想起来 当初自己在斗气大陆上 遇到的一个 极其擅长蛮力的小女孩 而且 那个女孩的本体 还是魔兽界 至尊级别的太虚古龙 而眼前的这个小女孩 竟然和当初子言的体型差不多 只见女孩 身穿着黑红相间的袍服 脸庞十分娇嫩俊美 眼神中满是冷意 仿佛在彰显自身高贵的气质 只可惜 她现在还处于一个幼年体 实在是让硝烟 产生不了任何邪恶的想法 女孩眉间有着三道硬核 两边皆是黑色 中间的那道银色的印记 却是闪烁着微弱的灵魂波动 灵魂体 片刻过后 硝烟便是注意到 手中的这个小女孩 可恶的人类 你应该害怕我 我可是杀人不眨眼 吃人不涂骨头的黑尾凤火鹰 女孩的冷意 未持续几秒钟 便是直接破防 被硝烟这样 提着倒是显得有些呆弄了去 硝烟连忙松开女孩 这女孩即使是灵魂体 似乎实力也是在四品至尊的层次 若是本体现身的话 那么或许实力 甚至不弱于骆天神 听骆明所说 这家伙是三百年前 被骆天神打入到这天阴地阳泉之中 都过了三百年的时间 还处于幼年体 这种成长速度属实 让硝烟有点误 不过想来 一般情况下 兽族的成长 实现越长化 那么也代表着 这个种族的潜力越大 三百年还是幼年体 这说明 黑尾凤火鹰的种族实力 想来不弱 那黑尾凤火鹰 似乎可以看穿硝烟的心思 只是一眼旋即便是冷冷笑到 鼠目寸光的人类 就只会凭借肉眼看到的进行判断 和三百年前落天神一样 这话引起了硝烟的兴趣 看样子 三百年前 这黑尾凤火鹰 被打入到天鹰的羊泉中 应该是有原因的 只见女孩手指轻轻一点 原本硝烟面前 那充满着兴气 与腐蚀气息的泥潭 直接开始剧烈抖动了起来 一具巨大的白骨 从泥潭的下方 缓缓探出 那些黑紫色的污泥 并未在那白骨之上 有任何的粘连 直接滑落到了泥潭之中 硝烟望着这高达 几千丈的巨大白骨 瞬间便是傻了眼 这黑尾凤火鹰生前 应该已经到了成年体 不然的话 以现在的躯体 都是可以媲美 太虚骨龙族的族长竹坤了 这还只是在万寿榜天榜 排名第四十多位的神兽 看傻了吧 是不是被我的雄伟的身姿 给迷住了 女孩飞到自己的躯体面前 显然说道 不过硝烟震惊 并没有持续多久的时间 则是继续效果 躯体的确是十分强大 只可惜 肉体损伤太过于严重 根本没可能起死为生 你要是想复活 硝烟并没有兜圈子 在他看到 女孩是灵魂体 且有着比自己还高的修为 却没有对自己动手的时候 便已经猜出了打眼 看着那具尸体上面 布满伤痕 以及火焰灼烧的暗击 想必这黑尾凤火鹰生前 应该是 经历了一场大战 而且 伤痕并不是若天神造成的 那些伙伴之上残留的能量 和之前袭击自己的银色火焰 及其相向 难道是这鸟玩火自焚了 女孩看着一下 便将自己目的揭穿的硝烟 原本俊俏的面庞 瞬间便是绷不住了 不许提不许提 让我说 我最讨厌别人猜到我想要说什么 你不要说话 女孩一掌拍在硝烟的胸口上面 顿时便是在硝烟的黑衫之上 留下一道烧焦了的火焰场影 硝烟感受到一股灼热 猛然向后退去 看着自己的胸口上 缓缓愈合的衣服 硝烟此刻眼神之中充满着震惊 这个小女孩 虽说戾气不像紫妍那般巨大 可其身体 却是可以散发出恐怖的温度 这种温度丝毫不逊色于一些火焰 要知道 硝烟的衣服 乃是自身雄魂的灵力所凝聚而成的 别说是普通的火焰 就算是至尊镜以下的攻击 都是无法损伤其衣服 以肉体的温度 可以媲美火焰 硝烟感觉自己这一次 又是遇到非比寻常的角色 只见硝烟咽了口 口水笑着说道 你叫什么 我总不能叫你黑尾凤火鹰吧 硝烟指了指女孩身后的那一句 巨大的白骨说道 女孩看见硝烟吃饼鱼室 再一次故作傲慢起来 本小姐乃是高贵的黑尾凤火鹰 你们这些低微的人类 哪里有资格知道本小姐的名字 不说那算了 硝烟冷冷说道 旋即转身 便是想要离开这片空间 可身形刚刚转过来 那黑尾凤火鹰的灵魂体 便是拦住了硝烟的去 你这人类 怎么不继续问下去 我已经问了 你不肯说 我也没办法 那你多问我几次吗 不问 问吗 不问 你问 女孩被硝烟气的脸色 有着些许的发青 硝烟身体朝后退了两度 她可不想再被女孩 灼热的身体给烫倒 不问 即使那黑尾凤火鹰 此时灵魂体散 发着四品至尊层次的威压 也是无法阻挡硝烟前进的脚步 小女孩被硝烟这种软硬 不吃给气的直剁脚 既然你那么诚恳地问我 我就告诉你 我叫秦儿 拥有朱雀血脉的黑尾凤火鹰一族的族长之女 闻言 硝烟先是无语玄机转过身看向秦 朱雀一脉 我只知道 你们黑尾凤火鹰 乃是万兽榜天榜排名第47位 秦儿白了硝烟一族 排名的确是说明一些问题 但是并不能代表全部 我黑尾凤火鹰一族 拥有朱雀血脉 就代表着我们的血脉 可以不断朝着朱雀血脉进化 要知道 朱雀可是在天榜排名第二的存在 硝烟轻轻点点头 当初彩铃 似乎也是从不完美的蛇族血脉 通过一伙进化成为吞天榜血脉 最终进化成为九彩吞天榜血脉的 斗气大陆魔兽尚且如此 那么大千世界的神兽天榜 与灵兽的榜 也就应该如此吧 我通过灵魂感知发现 你这里有我需要的一味药材 不知道你可否将涅槃心联交给我 在黑尾凤火鹰 那具魔师出现的瞬间 硝烟察觉到 这黑尾凤火鹰之中 似乎散发着特殊的能量气息 那种能量气息 与自己在外界感受到的极其相似 硝烟确定 那涅槃心联 应该就在这黑尾凤火鹰的身体之中 秦儿见到硝烟望着自己的躯体眼神 一瞬间明白她在说什么 你是在找那朵莲花 听到莲花这两个字 硝烟更加确认 涅槃心联就在秦儿的躯体之中 于是激动点了点头 秦儿嘿嘿一笑 那你惨了 那朵莲花和我的那单融合到了一起 要是那朵莲花消失了 我也会跟着一起消失的 换句话说 我消失了 那朵莲花也会消失 看着秦儿坏笑 硝烟面皮稍稍抖动一下 这秦儿虽然看上去人畜无海 只是一个傲慢的小公主模样 但是心眼却不少 要是硝烟取走了涅槃心联 那么秦儿的灵魂体 也就会跟着一起消失 若是硝烟通过武力战胜秦儿的话 那么那朵涅槃心联也会消失 你的意思就是说 我要是想得到那朵涅槃心联 就必须答应 你的一切要求 你也不傻吗 你只要答应我三个 再见 还未等秦儿说完 硝烟转身就想要离开 口中还喃喃说道 什么灵魂体可以支撑三百年还不消散 一定是因为那朵涅槃心联的勇 既然你想要一直保持这种状态 那就一直保持着 反正涅槃心联也不是你这才有 那没单要 我也并非是一定要炼制出来 你这人 秦儿再次被硝烟气得直跺脚 你总不能什么都不留下 就想要我的命吧 说着 秦儿竟然坐在地上哭了起来 同样有着女儿的硝烟 看到此时的秦儿 忽然想起了 自己家的那个小魔女 撒泼耍赖时候的情景 于是再一次停住了身形 喂 都几百岁的鸟了 怎么还坐地上耍无赖呢 起来说话 我不起来 秦儿大声说道 硝烟深呼出一口气 不起来 我真的走了 起来的话 事情还有得谈 闻言 秦儿从地上猛地站起身 吸溜了鼻涕 满眼泪痕看着硝烟 我要你答应我三个条件 第一让我寄居在你的火焰之中 第二以后要帮我 炼制一具肉身 第三以后要帮我报仇 看着秦儿 从原本冰冷傲娇 变得哭哭啼啼的样子 硝烟也被她的喜怒无常 给整得十分无语 寄居在我的火焰之中 硝烟惊声说道 她可是知道自己地炎的厉害 即使是在大千世界 也是排名靠前的存在 一具灵魂体 进入到地炎之中 岂不是会被直接烧成虚无了 秦儿点了点头 一般我们黑尾凤火阴体制 都是属婴孩来对抗 我们肉体所产生的火焰能量 但是我却是我族的异类 我却是纯正的天阳体制 这种体制 可以将火焰能量 进化到十分纯净的地面 可唯一的缺点就是 肉身会随着火焰能量的提纯 而逐渐无法承受 你陨落在此地的原因 就是因为 肉体承受不了这天阳体制 硝烟询问道 在窦期大陆之上 也有着类似的体制 比如小一仙的恶男毒体 这种体制 虽然可以让拥有者 短时间内 拥有别人成百上千年 无法拿到的修为 可是每次的爆发 对于拥有者 也是莫大的折磨 直到肉体 无法承受这体制 最终暴体而亡 不完全是 天阳体制的 解决办法十分的简单 获得圣炎榜排名前 三十六到圣炎之一 便可以驾驭这种体制 只可惜 这跟我要你帮我做的 第三件事 帮我报仇 硝烟听出来 秦儿此时的声音 似乎是带着无尽的仇恨 在三百千年 或许发生了什么事情 造成了秦儿当时的暴走 最终无意来到洛神族 被洛天神击杀在此 和种族有关 硝烟询问道 秦儿点点头 放心 到时候我肯定不会让你 做你办不到的事情 之所以选中你 是因为我看中了你身上的火焰 说吧 秦儿指了指硝烟身上 那散发着九彩光芒的地眼 硝烟退了几步 这火焰不可能给你 你若是寄居于此 是为了夺得我的火焰 还请打消念头 秦儿摇了摇头 我寄居在你的火焰之中 是因为天阳体质的 另外一个特性 那就是 灵魂体会对火焰 有着极强的亲和力 即使在凶猛的火焰之中 只要宿主不主动驱赶 那么火焰 对于天阳体质的拥有者而言 也只是有着温养的作用 但想必 你想要我帮助的第三件事情 便是和你隐蔚有关了 你身上的火焰气息如此强烈 可灵魂体表面 却不携带半分的火焰气息 这种情况 应该是有人 拿走了你的火焰 但是却没有拿走你的火焰本能吧 萧炎苦笑着说道 身为玩火的行家 萧炎一眼便是察觉到 秦儿现在灵魂体的问题 天阳体质 就算是再强大 也不可能 让身上有着圣炎榜排名第五的 驼舍地眼 感觉到灼热 那么能让萧炎感受到灼热感觉的 便不完全是天阳体质 再次被萧炎看出自己的秘密 秦儿的脸上明显不怨 秦儿并不知道 在萧炎还在下位面修炼的时候 自己的师父 曾经被自己当时的一生之敌抓走之时 那个时候 自己的师父 便是用这种方法 把古灵棱火给了自己 但是保留着火焰本源 萧炎当时虽然可以使用古灵棱火 但是并不能完全恋火 你这个家伙 还真的是讨厌 这可是 我最大的秘密 也是黑尾凤火 鹰异族的秘密 你可不能告诉别人啊 你说吧 萧炎轻声说道 看着此时秦儿的表情 萧炎十分的确信 这绝对不是秦儿第一次这么跟别人说 看着秦儿憨憨的模样 萧炎便知道 秦儿虽然外表是一个冷若冰霜的女儿 其实内心却是跟当初的紫炎一样 是充满天真的罗绿 或许当初陨落在这个地方 也是有一部分这样的原因吧 秦儿凑到了萧炎的耳边轻声说道 其实我的父皇为了帮我控制天阳体制 帮助我找到了圣炎榜上排名第七的大道龙黄炎 萧炎这才回想起 刚才接触到秦儿的手掌的时候 那一种让自己想起自己的熟悉感 原来竟然是龙黄之灵 大道龙黄炎 圣炎榜排名第七的火炎 不错 想必你应该不知道大道龙黄炎吧 秦儿目光如剧般盯着萧炎 是一胎要不知道 可萧炎来到这大千世界 也没多久的时间 对于圣炎榜也只是略有 萧炎十分配合的摇了摇头 能在圣炎榜排名第七 想来应该是有着独到之处 秦儿也是跟着点了点头 大道龙黄炎 可以说战斗作壁器 战斗作壁器 萧炎的融合帝炎的本源之中 便是有一道号称 修炼作壁器的陨落心仰 可以通过淬炼经脉 从而达到快速提升实力的目标 这战斗作壁器 倒是吸引萧炎的注意力 看着萧炎震惊的表情 秦儿表情再次变得傲娇起来 得到大道龙黄炎的人 最直观的变化 就是拥有了龙的力量 以及黄的速度 在力量之中 以龙为尊 而在速度面前 则是以黄为尊 可是这也只是世间凡夫俗子 对于大道龙黄炎的看法 而大道龙黄炎真正厉害之处 便是大道二字 大道 你可知这二字代表着什么 可就当秦儿刚想说出什么 便是见到萧炎脱口而出 平衡 世间万事万物的平衡 正与邪的平衡 阴与阳的平衡 善与恶的平衡 功与欲的平衡 所谓大道 就是顺应天道 无逆心道的平衡之理 秦儿被萧炎的解释 直接愣在了原地 在秦儿的记忆里面 就算是他的父皇 也只是告诉他 大道龙黄炎的真正力量 在于平衡身体的灵力 当其释放自身 最强的灵力攻击时 那么其本身防守 也就是最弱的时候 若是有大道龙黄炎 那么最强的攻击 便是最强的防守 只要大道龙黄炎 还在 便永远不存在受伤一说 善死方休 秦儿被萧炎气得 说不出话来 萧炎干笑着挠了挠头 要是放在以前 他还真的不知道 这其中的一切 但他现如今 已然是百岁的能力 曾经也是 斗七大陆的未免之主 洞悉世界法则 自然也就知道一些 普通人不知道的事情 我想真正让你陨落的 也是因为这大道龙黄炎吧 这等毁天灭地的灵宝 应该会引来不少人的寄予 说到这 秦儿原本的眼神 开始变得神伤起来 可神伤还未持续几秒钟的时间 那眼神 却是直接变成了怨本 磨合心 那个该死的家伙 仗着自己被磨合古族的族长 磨合天收为义子 不仅击杀了我的父皇 夺走了我的大道龙黄炎 不过我在被放逐前 将大道龙黄炎的本源 收入到了我的灵魂本源之中 磨合心 磨合古族 这两个心的势力 听起来便是不弱 硝烟眼神秘离想了 想好像驼射古地 在地炎之中的记忆 也是有着相关的事情 不知道火灵族和磨合古族 相比熟强熟弱 硝烟试探性地问道 可此话刚一出口 便是引来了秦儿的无语 他们两个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的 你从哪来的 居然没听说过五大太古神族 说说看 硝烟轻声询问道 秦儿清了清嗓子五大太古神族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大千世界上 未免刚诞生的时候 太古年间 本应有着无数实力强厚的种族 但是流传到现在的只有五个 便是太古神族 而在这些太古神族之中 既是有着传说之中 代表着大千世界本源之力的原始法身 原始法身 硝烟对于大千世界的认知几乎为零 在秦儿发现 硝烟竟然连原始法身都不知道是什么 也是开始泛起无语 所谓原始法身 就是大千世界本源之力 通过特殊方法运转的至尊法身 在这期间 跟你说不清楚 以后再跟你说这些事情 秦儿有些不耐烦说道 硝烟紧接着挠了挠头 没有继续说什么 难道你让我帮你做的第三件事情 就是击杀魔和星 一来我和魔和星往日无怨 近日无仇 二来 我虽然不知道太古神族是什么 但是我也犯不着 为你去得罪一个这样强大的事 听到硝烟的话 秦儿摇了摇头 报仇的事情 我不需要别人来帮我 到时候 我只是需要你 利用你的火焰 引动我的火焰 这样 我有八成把握 重新换回大道龙皇岩 硝烟开始犹豫起来 而见到硝烟犹豫 秦儿继续说道 只要你帮我 不仅我的这具躯体是你的 而且必要的时候 我会将自己的灵魂力量借给你用 而且 在我大仇的报之后 大道龙皇岩也给你 大道龙皇岩 排名第七的圣言也给我 硝烟有些不可置信说道 秦儿冷哼一声 天阳体质需要一种 至强火焰 来控制身体之中的火焰能量 这种火焰 也只有圣言榜排名前 三十六的圣言可以办到 大不了我到时候 再去寻找一种更强的火焰 说吧 硝烟思索了片刻的时间 那若是修炼了这个功法 你是不是也可以逐渐地 掌控这种天阳体质 说吧 硝烟从那界之中 取出一卷郡轴 上面写着四个字言弄厌绝 这是什么 秦儿询问道 硝烟解释道 这是我在下位面得到的一卷 融合火焰的功法 经过我的改良 现在可以融合强大的火焰 为自己所 可以融合火焰的功法 秦儿不可置信说道 硝烟看着手中的这卷弄厌绝 当初这功法的最初版 创造者的魔老鬼 被自己练成傀儡 现如今还在斗气大陆看大门呢 要说的魔老鬼 还真的是天才 要说硝烟一个人 还真未必可以 创造出这样的功法 虽然弄厌绝不像焚绝那样 可以通过吞噬火焰 获取实力 但是可以融合火焰 也能将火焰的品质提升 很多档次